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翻到910 页 南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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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上圣身剥落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圆满如来真实义 我們大家看我們大波羅 波羅蜜多金 見第460 第二分 巧遍筆第68之一 我們的影印版本910頁 我們看第4行 佛告善限 有菩薩摩佛薩 修行波羅波羅蜜多 做如事列 一切法無所有 不可取 主委假如我們今天慢慢聽經文法以後 盡量把自己的執著 越轉越減少越好 其實我們今天的六道輪迴 今天的所有的三獨蓋的那個 所產生的不管正面的執著 負面的執著 我們都歸咎於執著兩個字 聽得懂 因為你執著 善的有 執著餓的有 都還叫執著 所以我們的波羅蜜多的教育裡面 就是希望你被 往過來教育成功 教育你那個只有的習氣減少一下 只有的習氣減少一下 你往過來你的三獨蓋的習氣就會減少 那我們三獨五蓋的習氣減少以後 你打坐就沒有雜念 你要知道我們現在打坐 拜佛 誦經會有很多雜念 即使他在教育你一件事情 哪一件事情 就是在教育你 某某修行人 你還有那個早有的習氣沒有看蓋放下 所以他不是妄念妄想 可是我們在初學的人不懂這個原理 因為是無名眾生在禮佛 在誦經 在拜佛 所以當 因為你是無名眾生 那我現在聽波羅法會 我就變成有名的眾生了 我就知道答案了 所以以前呢 無名的眾生在禮佛誦經的時候 一面誦 嘴巴誦 然後不是亂想 我想不要說師父都有這種經驗 你們應該都有這種經驗 我們要禮一尊阿彌陀佛 我們在禮 前兩拜還可以 到後面越拜越糟糕 所以我常常自己細論開玩笑 我不是在拜阿彌陀佛 我在拜我的妄念佛 聽得懂 因為我一面拜 一面腦筋思緒都一塌糊塗 所以我在拜那個無名 兩個字而已 根本哪有什麼拜佛 如果有勉強是拜那個數字遊戲 技術的數字遊戲而已 可是我們沒有親近心 幾乎沒有親近心 那時候因為不了解佛理 所以那時候禮佛真的是 都是妄想紛飛 沒辦法 有時候不要說兩拜三拜 有時候光要拜第一拜 下去就不行了 為什麼 因為你在拜第一拜之前 剛才跟同餐道友 跟家裡的人 炒五分鐘的家 五分鐘的大小生 當你去打坐在禮佛的時候 剛才那個大小生的生氣不生氣的那個境界 全部免費跟你浮現上來讓你看電影 所以我用這樣的例子你們回想看看有沒有 有 連爆發術在初學的時候 所以我那時候就會想說 根本我沒有在拜那麼阿彌陀佛 我在拜那麼妄想 我在皈依妄想 妄念 我哪裡有在拜我 沒有阿 聽得懂 所以我變成數字遊戲 變成機器人而已阿 這個電腦一開關一點 那個數字遊戲在跑而已阿 然後數字完了我們結束休息 就是這樣子而已阿 可是我回想那時候的體驗阿 真的是妄想紛飛 因為那時候初學我們也不懂阿 不懂這個佛法的真實意 不懂的 那我們慢慢聽進文法以後 我們就會見諺知道 喔 原來我以前喔 在初學的那個前半段 還沒有了解佛法之前 我真的都是跟妄念為朋友 以妄想為朋友啦 根本 我的同山道友都是妄想妄念而已 聽得懂 那如何慢慢栽培阿 像這裡佛告善見 以後你要做到什麼 一切法無所有不可起 你要做到這樣 不可起喔 不是斷見喔 是不要主動起心動念去執走 叫不可起 可是我們現在 我剛才有跟大家講的 我以前初學的那個過程 我們會被無明的記憶可取 因為那時候不懂得 聽進文法的那個真實意的道理 現在呢聽進文法懂了以後 我就知道 原來包括我送經禮佛 我這個修行人的這個人 他也是五印的合合 十二六十八戒的合合 有沒有 我們每一個人大家都一樣 所以我們站在五印十二六十八戒的角度來講 我們是法法平等 我們講法法平等 我們講法法平等 是講你這個人的五印跟我的五印是平等 十二六十八戒是平等 我們是講這個平等 然後呢 因為既然我聽聽文法 大家都一樣 有人類的眾生的肉體 都是法法平等 那我為什麼還要在這個法法平等的框架裡面 我去找一個貪意蓋稱謂蓋 那個人看得很 不是很漂亮 那個人為什麼看得很漂亮 我為什麼要在那個表皮上 來確定漂亮不漂亮 我應該深入精湛 法無所有 這個法是什麼 你認知的漂亮不漂亮的這個人 請問他有沒有五印的法 有 我今天看所有的眾生 我看的人有沒有五印的法 有 所以我現在要進步 不能看他的外表的年輕不年輕的 漂亮的沒錯 我要看所有的動物 不管雞 鴨 豬 狗 還有我們人類的眾生 你地位高地一樣 我們有一個法是平等的 五印的法 絕對平等 只是功能作用不一樣 聽得懂嗎 我們的功能作用不同 哪一個功能作用 世間世俗地的這個區塊來說明 但是呢 以佛法五印來講的功能作用是相同 聽得懂嗎 以五印來講大家都相同 可是外表所顯化的那個功能作用 它不一樣而已 所以我們不要被 佛陀說我們不要被 每一籌大小高低給騙掉 聽得懂不要給騙掉 因為每一籌高低 你個子高個子矮 請問五印有個子高個子矮嗎 十二路十八界有個子高個子矮嗎 沒有啊 聽得懂嗎 所以五印的作用 十二路的十八界我們都相同 聽得懂 我們今天寫佛法要看到五印接空 所以我今天看到你是看你的五印 我不是看到你的美醜 如果看到你的美醜 我這個修行人就容易起貪意蓋稱謂蓋 魚翅蓋 聽得懂嗎 我的心態就不平衡了 我只是看到了 喔原來你的五印跟我五印是相同的 一樣的 所以說你可不可以轉念 以後 下課以後看到所有的人 都看到五印在走路 有五印在車子上開車 聽得懂嗎 我沒有 我現在五印的人是走路的延期 他的五印是開車的延期 我們尊重那個外表的那個延期 但是五印都相同 這個就是法無所有 因為既然相同 我會為什麼 那麼請問受印的法 裡面有分漂亮不漂亮嗎 我們如果回觀返照的解析自己 聽得懂 這個叫做截觀 都反思 這個也沒有啊 如果有只剩下你的執著的觀念存在 是你的執著觀念 沒有天經無法 用佛法的剝落法義的教育 破解你的執有的概念 所以我們為什麼很 當我們一個修行人 你表示你很容易高興不高興 可是我們有時候 我們長輩也換了一個過失 我是為了教育你 我才高興不高興 這個也是盲點 聽得懂 這個 因為佛陀教育弟子 不會有高興不高興 他會教你 他會大聲小聲 可是佛陀的大聲小聲 裡面沒有稱謂幹 沒有遺痴幹 可是你做得到嗎 所以有時候我們做長輩的人 不要把自己高標說得很大的大話 我是因為教育你 所以我今天才視線生氣喔 真的嗎 請問你的生氣裡面 你自己截觀看看 有沒有成獨當下就存在 如果有成獨當下就存在 那你的教育裡面一定有缺點 為什麼 沒有親近平等 聽得懂 因為你有我見 你有我見 所以這位你要理解 做如世內 一切法無所有不可取 然後呢 若法無所有不可取 則無有能限等節者 依無有能限收開示 因為無所取的時候 那是不是就沒有那個限等節者的人呢 本來我們心靈修習 用功修行本來就是要恢復親近平等而已 心靈平等 我們不要再高標說 我今天用功十年以後 我限等整節我修行很厲害 連這個念頭都不能起來 另外這個念頭起來啊 就是跟凡乎的教育一樣 我透過精進努力以後 我的考試的分數一定一百分 那這個一百分的 這個凡乎的眾生一定會有傲慢心 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驕傲的 那我們佛法不是 你的一百分是讓你限等整節 但是你在限等整節 如果還有我直我慢的話 那你啊一定會找邊 所以佛陀說 若法無所有不可取 則無有能限等節者 於無有能限收開示 為什麼要講這句話 因為前面是怕你著有 後面是怕你著無 要記住喔 你看喔 若法無所有不可取 則無有限等節者 就怕你著無 前面呢 若法一切法無所有不可取 就怕你著有 你看喔 然後佛陀這根上線 對打的時候 若如事行 事行波羅波羅蜜陀 離諸過失 若菩薩摩薩 無所有不可取法 則離波羅波羅蜜陀 所以你要知道 諸位裡面把中間那個字畫起來 找 這個找把它畫起來 不然你會忘掉 不是無所有不可取是很好嗎 可是告訴你找 聽得懂 你把這個找 你要讀今天要讀好 若菩薩摩薩 找無所有不可取法 則離波羅波羅蜜陀 所以我們佛法的教育 讀了波羅法會 你一定要把它總括統結一下 也就是說 不管你在二六十鐘當中 你應該一直截關你 那個 執著有跟無的執著 有邊的執著跟無邊的執著 你盡量要改善 因為你要記住 我們不是只有執著有邊放下 連執著無邊也要放下 聽得懂 譬如說我今天遇到一個逆境 會很生氣 但是我今天學佛我不生氣 因為我不只走那個生氣 所以我不生氣 可是啊 當你不生氣的時候 你會不會對不生氣的過程裡面 又起那個傲慢心 你如果對不生氣 起傲慢心 你又止無 你要小心喔 我們反覆有時候是 只有他會認為我的只有我已經成功了 只有成功以後他認為 我就沒有煩惱了 可是你還止沒有煩惱還是煩惱啊 你還是只有啊 在無的當中又止走一次 是不是也叫只有 一樣嘛 所以所以你要記住喔 佛陀哥 佛菩薩摩薩早 無所有不可取法 折離波羅波羅蜜 所以不管可取不可取 這二邊都不能止走 有沒有止走自己很知道喔 有道無道自己知道 因為假如你的截觀力不存在 我並被習氣所支配 聽得懂 被習氣就是慣性的概念所給支配 當然這個也一樣叫做只有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喔 佛陀喔 提醒我們 啊我不止走 可是我早不止走 佛陀說 折離波羅波羅蜜蜜 一樣離波羅波羅蜜蜜 聽得懂 因為你 人家問你說 啊你現在學伙以後 對於事情發生 都會抗開放下 那還用說我抗開放下 看得很開啊 結果這個話一講出來 起心動力 我們講的這個人又 執著抗開放下 抗開放下 就重新變成一個只有 聽得懂嗎 所以你要記住 你連你叫做抗開放下 你都不能 連一個起心動力都不能起來 這個才叫做完全清淨平等 所以 以一切法 也就是說 何以故內善限 聖神波羅波羅蜜蜜蜜蜜 以一切法無所指走 也就是說 剝落波動蜜多的教育在教育你什麼 在教育對於一切法無所知種 記住這一句話 你們把剝落法文不要把它當作 他說 送經回向我就懂剝落智慧 不是 你要懂剝落智慧 你要先犧牲 我師父有時候上課講的比較世俗的白話文 你們比較會聽得懂 你今天要懂剝落波動蜜多 二六十中你個人的習慣習慣 請問你要貢獻出來把它放在地下 踏一踏 不要讓它再起來 聽得懂 也就是說你的慣性的觀念 你全部都要看開放下 你才叫做 以一切法無所知種 一切法你做到 因為一切法包括五印 十二路十八界 道 一切自治內 這些都包含一切法 所以我們二六十中 我們每天都被一切法在考試 請問你現在 你現在的那個五印 一到所謂六 六根一到六成都在教室 等一下下課以後 我們的六根一到六成 跑到百貨公司去了 這時候你去訓練 解觀 剛才在聽課的那種六根一到六成的 那個清淨平等的心 有沒有移轉到你等一下 人家你的親朋好友 等下我們到星光百貨逛一下 這時候你去解察看看 有沒有 沒有 在這邊的解察力因為聽課 所以解察力會比較敏銳 可是到了星光百貨以後 那解察力六根一到六成好像不見 而且又被你旁邊的那個清朋好友 他們是反乎十指在講話的時候 都講那個世間的那個對立的話的話 你要不要回答 要啊 要回答的當下 請問你 解知的 剛才在佛堂聽課那個解知力的敏銳力 怎麼轉個一個長手以後 我們就不見了 這個要訓練 聽得懂 所以一切法是包括很廣 我剛才講的是世間的長手 現在你是教室的長手 然後等下下課 跑到那個百貨公司的長手 這是世間法的屁儀 以切法無所執走 無所射授 射授 你如果有射授 你一定會有三獨五幹 剛才那個人世第五怎麼 有逆境順境的那個答案標準出來 這個就已經叫射授 你無所射授 這裡的四個字不是斷見 要清清楚楚 你沒有被境界的執走給影響 聽得懂嗎 這個叫無所射授 你要了知你有沒有被境界給影響 若以諸法有所執走 有所射授 則離波羅波羅密多 這個畫起來 所以波羅波羅密多 其實沒有什麼困難 波羅波羅密多真的不是公法 聽得懂 他不是公法 他都在教育你 以一切法 有所執走 有所射授 這個都要轉念 假如你都還有 有所執走 還有所射授 那你就離開波羅波羅密多 那我們來證明 什麼叫做遠離波羅波羅密多 很容易 所以 碳液蓋 稱謂蓋 疑痴蓋 吊痴蓋 吊痴蓋 疑蓋 慢蓋 這個就是遠離波羅波羅密多 很容易發脾氣 很容易體碳液蓋 然後很容易跟人家講對立的話 當下這個修行人就遠離波羅波羅密多 聽得懂 所以當你用功修行喜歡明利心 那這個修行人早就遠離波羅波羅密多 聽得懂 你就遠離波羅 所以我們 漢傳的祖師裡面 有幾位祖師真的是親近波羅波羅密多 我們如果看那個傳記的公案 你就自己去解責 哪幾個祖師真的做到 能夠跟波羅波羅密多打成一片 有 有這樣的大德 當然來講我們的人數不多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大波羅金 這一瓶這個法會沒有 從古以來就沒有大力推廣 所以大家用功修行 一定會找親近的有件 有 聽得懂 都要找一個親近的有 這個親近的有 它最大的缺點可以得名得利 但是因為有名跟利的話 你就遠離波羅波羅密多 就已經遠離波羅波羅密多了 所以你要記住說 當我們還沒有辦法遠離波羅波羅密多這種功夫 那我們的煩惱的習氣 不要重新去碰它 所以佛陀會告訴你 持五故比五 你要記住 假如你自己截官 我那個職有習氣很嚴重 那我已經知道 我修行用功以後 我要把我的職有的習氣改掉已經很困難了 那我今天學伙的過程中 我為什麼還要攀援那個職有的境界 來讓我一直看不開放不下呢 聽得懂這意思嗎 所以我們有截官力的主師大德 他知道他的優點缺點 所以他知道他的缺點他就少碰 因為我要保持持五故比五 聽得懂 假如我的三摩地定力很好 我去持有故比五也不會影響我這個 修行人的波羅波羅密多的定進 當然我可以去度化眾生 你可以去跟眾生打成一片 但是你還在打成一片的當中 菩薩摩薩不會重心持有 因為他在度化眾生裡面 都跟波羅波羅密都打成一片 但是假如你這個解察力還不夠的話 那當然你就要常常要保持 不是因為我們沒有慈悲心沒有愛心 因為我們自己有道無道自己知道 因為我一度化眾生馬上被明跟利給打敗了 那我怎麼叫做度化眾生 我被明跟利所度 這時候有截官力的這個大德修行人 就知道說他不能噴 不能噴 他一噴的話 糟糕 此有故比有 此生故比生 這個就是你有截官力的人 你要懂得去判斷他 聽得懂這一次嗎 所以比較熱鬧的這個場合的地方 有截官力的這些祖師大德他不會去參加 但是他會參加 對用功修行法律有幫助的這個法會 你對這個有幫我會去參加 但是沒有幫助的只是一個名額他盡量避免 你看我們民國的時候有祖師都是這樣子的 他保持持五故比五 聽得懂 所以一般人都會誤解他們治療悍 他們不是治療悍 因為他有解察力 他有解察力 所以諸位你要記住 我們這一段佛告善見講的這一段的答案 七壽善見 戶拜佛言世尊 波羅波羅蜜多 以波羅波羅蜜多 以波羅波羅蜜多 為遠離 為不遠離 你看喔 在波羅波羅蜜多 跟波羅波羅蜜多 兩個來 到要不要遠離跟不遠離 不遠離是早有 聽得懂嗎 你看下面士尊怎麼回答 士尊 若波羅波羅蜜多 以波羅波羅蜜多 色遠離 色不遠離 就是有跟無 這二邊 迎合菩薩摩善 能無止走引發 波羅波羅蜜多 也就是說假如我們 在遠離跟不遠離 兩邊都有所取向的止走的時候 那迎合菩薩摩善 能無止走引發波羅波羅蜜多 所以你要記住 我們說遠離跟不遠離 但是我們如果 直走遠離或不遠離的兩邊 我們還是遠離波羅波羅蜜多 你看這裡怎麼回答 所以士尊若波羅波羅蜜多 波羅蜜多 色遠離 色不遠離 迎合菩薩摩善 能無止走引發波羅蜜多 乃至若不思波羅蜜多 乃至若不思波羅蜜多 色遠離跟色不遠離 我們意思跟大家講白一點 就是說我今天行布施 行布施的這個陰眼裡面 我來看看我在遠離不遠離當中 兩邊有沒有直走 我今天持戒禁戒 那我在禁戒的遠離跟不遠離 也就是說我講說 在持戒禁戒裡面 我看到人家持戒或者不持戒 我二邊有沒有直走 要問這件事情 所以叫做色遠離色不遠離 迎合菩薩摩善能無止走引發波羅蜜多 也就是說這裡的問答是善見問佛陀問老師 一件事情如果有遠離不遠離 那我們對這個遠離不遠離 如果都不直走 不直走的話有沒有引發一切自治 可不可以引發一切自治 當然如果我們下面來說的話 如果你都尊重遠起的當中 而不去主動直走的話 絕對可以引發一切自治 就可以引發一切自治 然後看下面佛陀回答 佛告上限 波羅波羅蜜多與波羅蜜多 所以你看佛陀回答多好 非遠離 非不遠離 非就是說不直走遠離 也不直走不遠離 叫做非 聽得懂嗎 也就是說我們用功修行者 一件事情來的時候 我非直走禮佛 非直走不離佛 聽得懂 禮佛跟不離佛 而二邊都不能直走 然後呢 所以叫非遠離 非不遠離 乃至一切自治 以一切自治 非遠離 非不遠離 是故菩薩摩薩 能無直走引發波羅蜜多 這時候才能夠引發波羅蜜多 乃至引發一切自治 所以注意以後你們自己在修 某一個法門的時候都盡量去修沒關係 但是在修的當下的時候 要提醒自己接照禮 修的那個法門我對他直走還是不直走 聽得懂嗎 用你所喜歡做的功課 來發現你對你的功課裡面 要不要起直走跟不直走 聽得懂 不是對那個功課有火定或者不火定 沒有 但是要發現有沒有直走 聽得懂這一次嗎 也就是說我今天要纏作 那我在纏作會不會直走 我今天不纏作 那我在不纏作裡面會不會直走 這樣聽得懂 我用這樣子屁語你們可能就比較懂 今天要插玻璃 我在插玻璃會不會直走 那等一下英言完了以後 我不插玻璃 那我會不會在不插玻璃裡面直走 這樣聽得懂的意思 就是一件事情裡面 它一定有對立法存在 是非對錯高低眉璃 但是我們要在 是非對錯高低眉璃的二邊裡面 不直走 你要訓練 不直走就尊重延期法 不直走不是斷見 就尊重插玻璃的延期 尊重不插玻璃的延期 這樣聽得懂這一次嗎 是這樣子的 所以事故菩薩謀煞能無直走 引花菠蘿菠蘿多 你今天要想要引花菠蘿菠蘿多 可以 逆境順境二邊多 教育你不直走 所以菠蘿菠蘿多的功課很簡單 你做那個功課 在那個功課裡面訓練不直走 你不做那個功課 在不做那個功課裡面訓練不直走 聽得懂嗎 可是假如我們沒有聽進無法 你看我們反乎直走直走的要命 沒辦法 因為我們沒有菠蘿 我們在用功休息當中 沒有先遇到三知識 用菠蘿菠蘿多的教育 教育這個修行人 也就是說像以前師父還不懂菠蘿法會 我們那時候初學 我們說拜佛我就执著拜佛 所以今天沒有拜佛 心裡很難過 就晚上睡不著覺 只有 結果我自己也知道 當我拜佛的時候 根本都在拜環擾佛 我哪有在拜親近佛 可是我變成被那個數字所掌控 反正我不管有環擾沒辦法 我把數字遊戲做好再說 因為我今天已經每天規定 我一定要每天拜三百拜 我三百拜的數字拜完就好了 我不管說我在拜的裡面的效果是什麼 不管他 不管他裡面有沒有直走不直走 我不甩他了 但是我先把數字做好再說 聽得懂以前我們在初學的時候 不了解這個菠蘿菠蘿蜜多 所以我們 所以我那時候 就自己慢慢有心得 就自己細論 我們都不是在拜佛陀 我們都在拜數字 數字佛而已 聽得懂 所以所以你要 我們現在 經過二三十年的累積 我們就要改過來了 聽得懂 我們在拜佛裡面要訓練 拜的當中 有沒有直走跟不直走產生 我在打坐的時候應該要磨練 你有沒有在打坐裡面起心動念 有沒有直走跟不直走產生 如果這兩邊都不產生 也就是說你聽音法慢慢進步 進步以後 我發現了 我某某人在打坐 當中我已經 不會再直走不直走裡面直走了 這時候那個境界就是清淨內盤 就叫清淨內盤的境界了 所以乃至引發一切自治 何以故呢 善限非極自信 非禮自信 而能安住引發自信 所以要記住喔 不是等於這個 但是又不能否定這個 所以叫做非極自信 非禮自信 就是極跟禮 不是極也不是禮 但是尊重那個延期法的 安住 也就是說我現在了解菠蘿法會的概念以後 我一樣可以禮佛 但是我用菠蘿的概念來禮佛的時候 不只走我禮跟所禮 所以我們才說 我們才用了文殊菩薩的禮佛去 能禮所禮性攻擊 這個就是菠蘿菠蘿蜜多的教育 聽得懂嗎 這個叫能禮所禮性攻擊的 然後 而能安住引發自信 這個自信就清淨的 平等自信了 目自善限 諸菩薩摩薩修行菠蘿菠蘿蜜多 不只走色為此事色 此色屬彼 不只走受 因為我們要尊重延期法 我雖然不只走這個色 但是我要尊重你的四大五印是在的 所以我不執著受 但是為這個是色的因緣 那個是此色屬彼 我要懂得你我他的因果的現象 然後 一不執著受想行事為此此 為此事受想行事此受想行事屬彼 我也不會執著說 受想行事屬彼 是屬於你的還是我的 還是他的不屬 因為我剛才講的 我們為什麼叫做法法平等 就是在五印法十二路法 我們都是平等 不管你是男重女重 我們都有五印 我常常用世俗地來講 的屁大家都比較懂 你今天都有眼睛 請問我們在世俗地來講 眼睛的法是大家都平等 但是眼睛裡面有分什麼 老花眼 近視眼 什麼一大堆的眼的名稱 那個是個人的因緣果報 但是眼睛的功能能夠看見東西 大家都平等 聽得懂這意思嗎 但是你眼睛只是照見的功能 它不具備有分別的那個能力 所以我們反乎不懂 我們常常說 我看到你看到 我沒把我看到 那個就是我的分別 其實看只是功能而已 但是能夠分別是你的 內在的執著的記憶已經給你 不曉得五死節來就存在了 這個存在受到因緣的和合 的標準會不同 聽得懂 什麼因緣和合 你出生的家庭教育 你出生到北部南部中部的教育 你出生 你慢慢讀書以後 你所遇到的那個環境的教育 我們統合很複雜的 好多好多的家育很複雜加起來 就養成了 南部有南部人的習性 北部有北部人的習性 聽得懂啊 一樣喔 但是南部跟北部的習性不同 可是我們有一件事情相同 我現在講世俗地 哪一個相同 眼睛照見相同 耳朵聽聞相同 鼻子嗅聞相同 聽得懂 但是你的記憶的那個照見的相同 聽聞的相同的那個外相 我們答案說出來以後不相同 為什麼 直走 記憶的執著造成的 所以你看我們不是有堂上 我們堂堂在喝茶聊天的時候 好多人在聊天 我南部 我北部 我中部 我想記憶 聽得懂啊 你看我們都活在記憶 我們的語言都是活在記憶裡面 我們會這樣子 我是哪一省的 我是哪一省的記憶 聽得懂啊 怎麼會跟你們不一樣 本來就要不一樣啊 文化風俗怎麼會會一樣呢 聽得懂 所以如果你理解 我們就不要再主動去執著了 所以說不執著色為此事色此色屬筆 這個色呢 不執著 我也不要說這個色屬於你我他是哪一個 一不執著受想形式 為此受想形式 此事受想形式屬筆 如是乃至不執著一切自治 所以我們的不執著 大波羅金的不執著 都已經不在講 我剛才講那個世間的那個 辟語的那個不執著的範圍 大波羅金的不執著 都在講你用功修行的範圍的不執著 從五運十二六十八戒開始培養 不執著了到一切自治 我們講的是這個積極用功的法裡面 都還不執著 好 為此事一切自治 一切自治屬筆 善現是菩薩摩善 以如是一切法無執著故 便能引發波羅波羅密度 所以大家要自我每天一直摘別自己 把自己的執著降低一下 聽得懂 因為有道無道自己之道 有執著沒執著自己一定會清楚 如果不清楚是因為沒有聽經無法 的那個善法的累積 所以你根本不懂這個叫執著 你看我們今天不讀大波羅金 你跟世間人談話 他們談話內容都在談他的執著的範圍的話而已 只是這樣子而已 他沒有再厲害說 所有的話的語言 離開他以前曾經不寫過的那個話 他還可以講得出來 那很厲害 我們所有講話都是曾經寫過的經歷 那個經歷叫做什麼 直走 你一定講你直走的故事 我會下棋 你看 為什麼叫我會下棋 因為直走 所以我把下棋的經驗 我已經下棋一萬盤了 所以我有一萬盤的直走的習氣 你的記憶存在 聽得懂嗎 所以這位你們也要自己改過來 我們聽經無法以後 因為沒有聽經無法的人他不知道 可是我們現在聽波羅法會課的人 你一定要漸漸轉化你的執著減輕一下 拜託拜託不要把波羅法會當做文字在研究 文字在研究搞不定你的執著 聽得懂你把它做協物也沒用 聽得懂你還是一樣六道輪迴的執著還是在 我們讀波羅法會透過文字波羅進入什麼 觀照波羅 建議大家 從文字波羅 我現在講解都是文字波羅 但是我們要把二六十宗的六根一道六整的境界 拿來做觀照 聽得懂嗎 你要把它用觀照的東西實踐 你不要整天都泡在那個文字波羅裡面 一道境界那個執著有無依有依無非有非無都被套牢了 聽得懂都被套牢了 所以注意你要記住喔 所以啊 何以故呢善現 若菩薩摩薩修行波羅波羅密都以諸法中有所指走 為此事法 此法屬筆 你看我們著編嘛 這個法就是這一邊 這一法就是這一邊 則不能隨意 你看喔這個畫起來 當你以諸法中有所指走 你就不能隨意引發安住聖廟功德 聖廟功德就是無肉的功德啦 無肉的生活啦 假如我不指走的話 你看我以前從指走很嚴重一百分 慢慢聽經無法 我把我的指走慢慢降低 剩下五分十分 剩下五分十分 所有的世間的因緣像發生 我都根本不會在意它 也就是說你啊 誤會我不誤會我 你對我禮貌不禮貌也是延期 我不必為你喔 不禮貌我感到難過 你對我禮貌我感到高興 已經不會再 墮入這個二邊的牽套裡面了 因為一切我都知道延期延滅而已啦 如果你這樣子理解的話 你當然就能夠引發聖廟功德 可是你如果只有 你不能引發 什麼叫做聖廟功德 不只走以後的聖廟功德 就是清淨無悔 你看你每天過的清淨無悔多好 這個叫聖廟功德 你不要以為聖廟功德 又有說你去買載件 等一下種的那個一百分一千萬 這個叫聖廟功德 那是貪易蓋 讀波羅法會不是叫你去買載件用的 獎金用的 聽得懂嗎 不是的 你要記住 我們聖廟功德是那個無所助心建立起來 聽得懂嗎 因為無所助心建立起來 你看到 那個 對你誤會不誤會的人 你跟他溝通 他要理解就理解 不理解 你也不會放在心上 不會為他而犧牲 聽得懂 不會的 這個叫聖廟功德 聖廟功德 聖廟功德不是看到瑞相 聽得懂 就是無漏才叫聖廟功德 沒有一切煩惱 直走的那個掛礙 那個才叫聖廟功德 好 復制善現 諸菩薩謀薩修行 波羅波羅密多 不觀色肉場肉無場 因為我尊重色場跟無場 所以你要記住 下面的對立 就是讓我們截觀用的 所以我不觀色 反過來我們觀色肉場肉無場 不管場跟無場 他們一定會變異 也就是說主委 你一天當中跟你的家裡 遇到高興不高興快樂不快樂 的境界來 是不是也是無場會變異 聽得懂嗎 都會變異 比如說我都講一個 早上八點叫做快樂 快樂那個八點不能一直留存到九點的快樂 因為在可能經過一分鐘三分鐘 那個快樂的境界就變異了 聽得懂嗎 已經就變異了 所以 我們的 如果你了解佛法 我們一秒鐘的變異 如果以佛陀經典來講 一秒鐘的變異是16個叉弄 假如我們類比這樣的譬語 一秒鐘的變異16個叉弄 請問變異當中你還有 哪時候有能力去植有 因為一秒鐘已經跟你講16個叉弄了 你哪裡有辦法再去抓一個有 聽得懂 佛陀呢 佛陀的境界更高 我剛才是講一秒16個叉弄 這是屁隱 佛陀的一叉弄是900個生命 請問你在佛陀的境界你還是早有 聽得懂嗎 所以你一叉弄 佛陀的境界 我用現在的顯微鏡來屁 佛陀眼睛耳朵鼻子命遇到六層 他是用什麼 我用顯微鏡的臂數屁 他用一萬倍數在看事情 我們凡乎呢 用顯微鏡的一倍倍數在看事情 所以我們就很容易生氣高興生氣 佛陀用一萬倍的倍 在看你現在發生這個境界跟逆境 為什麼跟你形容 如夢幻泡影如露淤 諸位你現在的三謀地沒有佛陀那麼高乾 沒有顯微鏡一萬倍的倍數 所以我們現在因為沒有修三謀地 所以我們的倍數是什麼 好 這是顯微鏡的一度的倍數 如果我們用一度的倍數在看那個有發生的話 我們都早有 所以我們很容易高興不高興 所以我用這樣的屁語就知道 那我們讀了波羅波羅密多 我們被教育 我不管一倍的倍數 兩倍的倍數 一百倍的倍數 各位你看喔 菩薩魔佛薩修行波羅波羅密多 不管色肉場肉無場 也就是說不管是 我今天是一萬倍的倍數 五萬倍的倍數 乃是一百倍的倍數 我今天看所有策法 肉場肉無場了不可得 肉熱肉苦了不可得 然後呢 肉我肉無我 肉近肉不近 肉極近肉不極近 肉遠離肉不遠離 肉遠離不遠離 我都一樣 不主動起身見關見 所以前面不是叫做什麼 不關兩個字 不關就是我不主動有主觀觀念 所以你們一定要 在學波羅法會一定要訓練 那個主觀觀念一定要想辦法 把自己改掉 不要讀波羅法會又墮入了 師父我會驚嚴喔 師父你都不知道喔 你說師父都不知道你就是你在著有 可是那個師父沒有你的著有的那個境界出現 可是你在暗示你在著有 聽到嗎 那個跟師父講話那個人 他不知道他已經著有 他還把他的著有經驗談 然後呢講一遍 那個一遍都是早有的境界 所以主委你一定要想辦法 這個色一定有常跟無常 這個常也是差弄生命 無常更不用講一定差弄生命 一個事件來一定有好跟壞 好也是差弄生命 不好也是差弄生命 主委高興也是差弄生命 不高興也是差弄生命 不然主委你們有在家裡發生高興 然後一歲的高興保持現在都還在了幾手 為什麼我們現在不在 因為被無常給淘汰掉所以不在 一歲的高興啊 就算你記憶很厲害 你一歲的高興到現在你60歲 你早就全部都不見了 為什麼 被無常 變異性給淘汰掉了 聽到嗎 所以你的高興 你說你只有很厲害 那我們來問你 你在十歲跟同學吵架不吵架的時候 你那個十歲 十歲所發生 一年三百六十歲所發生 那個有跟五的執走 請問你現在還保存 現在多少執走 結果你一定會跟我回答 師父都忘記了 都已經忘掉了 聽得懂 忘掉叫做什麼 無忌 聽得懂 福裡福底的無忌 因為為什麼無忌 被業力所干擾 為什麼被業力所干擾 因為十歲所發生的記憶 經過一年十一歲以後 是十一歲的經驗比較重要 還是十歲 過去的十歲的經驗比較重要 當然現在發生的事情比較重要 已經過去一年了 我還跟他說他重要 所以十歲所發生的 經過了一年十一歲以後 當然你的執走都在十一歲的範圍 你哪有很多心思會去執走 那個十歲之前所發生的事情嗎 為什麼 因為你要成長 這樣我用世間的屁語你就聽得懂 所以當你喜歡不喜歡 你一定會被時間空間給淘汰掉 那佛陀說我們每天都 生活在無常性病異性無我性當中 聽得懂 你可以講故事給人家聽而已 其他你沒有辦法再追回十歲所發生的 那個執走的那個境界 跟十一歲十二歲重複一樣 的境界在等你執走 不可能的 所以所以你要記住 我們今天寫佛的時候要想辦法 有邊無邊都要訓練 不要執取他 所以叫做不觀色肉常肉無常 肉熱肉苦 因為熱苦是對立嘛 所以我啊不管苦的境界也不關熱的境界 你既然不關熱的境界 不關苦的境界 你跟所有人講話你就不會回憶 我昨天我有到拍名 我昨天運氣很慢 你今天還要講說運氣好不好 那你就表示你還只有記憶還在啊 這時候只有記憶還在就不叫波羅波羅蜜� 聽得懂波羅蜜�蜜一定要放下 不要那個記憶越講越生氣越高興 所以叫做不關色肉常肉無常 大家這個都要靠自己訓練 我們關的時候有很多的因緣相 常跟無常的因緣相 樂跟苦的因緣相 我跟無我的因緣相 靜跟不靜的無我因緣相 極靜跟不極靜的因緣相 遠離跟不遠離的因緣相 這樣聽得懂嗎 從五因你看這個幾對 1 2 3 4 5 6 六對 六對的因緣相 你都要套在哪五因去截觀 受印也要安住這個六套裡面截觀 受印也要安住這個六套裡面去截觀 響行適應都一樣 聽得懂 都要訓練去截觀 因為這些我一直告訴諸位 這個都是節奏律 這個沒有功法 如果你要直走功法 那我問你 常的禮佛 無常的禮佛請問你怎麼禮 想說你要直有 那我就問你 常怎麼禮 無常怎麼禮 我怎麼禮 無我怎麼禮 極靜怎麼禮 不極靜怎麼禮 聽得懂 所以是不是都觀念上 教育你 好 下面也一樣喔 前面是攝影 下面我們練過去 我們還要訓練喔 這六對裡面的受想形式 所以五因五個 你要截觀的是六對 五乘六 你看 你要有三十六種的解察力 你都要敏銳喔 你看 受想形式 肉常肉無常 你看受想形式都 每一個都一樣喔 肉熱肉骨肉我肉無我肉靜 肉不靜 肉極靜肉不極靜 肉遠離肉不遠離 乃至喔 觀到所有的從五因開始 十二路十八界都要做到這樣子 如果你每天都有這樣維繫觀察 我告訴你 你哪有時間去只有打妄念 聽得懂 反過來我們有只有打妄念 我們就把佛陀這一段 跟三線講的開示的那個觀法 全部都忘了一乾二淨 全部都在關心自己的利益跟不利益 全部都忘掉了 你看喔 每一個五因都要關到什麼 六個對立法 樂樂樂苦 只是關你的樂樂樂苦的因緣法 極靜跟不極靜而已 你的五因其中的一個因的延起花咒 花咒裡面有苦樂 極靜不極靜遠離不遠離等等 乃至不關一切自製喔 包括一切自製都一樣 所以所以我們讀波洛法文 你一定要漸漸自我教育 可是在關照你的二邊執著嚴重不嚴重 希望盡量那個執著嚴重不嚴重 盡量給它不再產生清淨平等 最好 你一打坐 我告訴你你如果做個觀法拯救 你一打坐絕對沒有雜念 你馬上進入極靜內排 但是你為什麼坐下不能極靜內排 因為還有那個 看不清楚那個只有的無名還照 但是找不出答案 但是佛陀在跟這個善念講的 你做一個修行人 因為你要達到聖身波洛波洛密多圓滿 你既然要達到聖身波洛波洛密多 你要記得告訴你自己 要捨得把自己只有的習氣改掉放掉 二邊都要訓練 極靜不極靜 靜跟不靜 然後呢我跟無我 二邊的執著都要拿掉 不是我把我拿掉 然後我就執著另外一個無我 結果你的無我還變成有 聽得懂嗎 這樣還是不成功的 沒辦法成就的 所以如果你要記住 所以你看我們為什麼 波洛法會都在用兩邊考核你 所以為什麼叫波洛心經叫做 不增不減不來不去 不生不媚 為什麼會講 因為生跟媚是因緣法 這兩邊要訓練 你有沒有執著生跟媚 增跟減也是因緣法 增跟減就是多跟少 你看到那個眼根看到多 你真看到少 你會不會起心動念起五概 因為凡產生五概 那個起心動念起 我們都叫做執著了 聽得懂 我今天故意在你的面前罵了一下 看你會不會這樣回我 那你如果會這樣回我就是只有了 陳契士要企劃嗎 陳契士說千萬不能去 我到底只有 我保護我看了 我下一集不來上課了 我的只有 因為法師在大眾漏我的氣 為什麼叫做漏你的氣 因為我還有我 所以我對漏氣我很執著 所以我受不了 所以下一堂課不來了 聽得懂嗎 所以我們今天佛法不是特意考試 是延起到了 你都要想辦法幫你自己成長成就 但是唯一成長成就 先發現你自己只有的襲擊 有多少重量還沒有願意要改善 所以我為什麼不敢去罵你們 因為我怕你等一下上課沒人 因為大家只有 因為法師在大眾裡面講我的名字 是會對坐高天美酒 那我到底要不要留 留沒面子 不留餘一樣沒面子 不知道要如何是 如果這個念頭起來 我們叫做什麼 無名 聽得懂 這個叫無名的現象 也不容易 但是沒有因緣來無意中考試 我們不知道我有沒有真的達到 聖聲波洛波洛蜜多圓滿 所以聖聲波洛波洛蜜多圓滿 所以聖聲波洛波洛蜜多 不是只有嘴巴練誦 新經教波洛波洛蜜多懂 是要考核這裡的 六個地律 你會不會再產生執著 你看所以才說 露苦 露場露無場 露樂露苦 露我露無我 露近露不近 露極靜露不極靜 露遠離不遠離 你看要用這些六個對立 的逆境順境 來自我栽培 這樣懂嗎 如果你栽培成功 你就懂個波洛波洛蜜多 好 下面也是一樣 然後呢 露近露不近露極靜露不極靜 露遠離露不遠離 視菩薩摩薩以如釋法 這個畫起來 也就是說前面這些對立的極靜 露近露不近露極靜露不極 這些如是一切法 不觀察過 因為觀察那個我執就出來了 所以可是我們初學還是要觀察 但是我們要觀察自己不要動怒 直走的牽套 所以就是不觀察 所以你要記住 以如釋法不觀察過 便能引發 不觀察就是沒有直走的對象 所以便能引發波洛波洛蜜多 乃至波洛波洛蜜多 乃至波洛波洛蜜多 如是乃至引發一切之志 要記住了引發一切之志 何以顧善現 若菩薩摩薩修行波洛波洛蜜多 以一切法中有所觀察 你看我們有所觀察 可是我們現在初學要有所觀察 可是我們的有所觀察 是為了進入波洛波洛蜜多 的有所觀察 這樣的有所觀察不會找兩邊 然後下面 何以顧善現 若菩薩摩薩修行波洛波洛蜜多 以諸法中有所觀察 若常若無常 若樂若苦 若我若無我 若近若不近 若不近 若即近若不即近 若遠離若不遠離 則不能隨意引發安住聖妙功德 所以要記住 但是我們今天要觀察 自己的直走只有還嚴重不嚴重 這時候你才能夠引發聖妙功德 假如你啊 還一樣有直有的話 當然就不能引發 所以他最後的一行說 則不能隨意引發安住聖妙功德 因為還只有邊 所以大家讀波洛法會以後 一定要訓練波洛法會 教育的那個正念正見 一直灌輸灌輸 你以後你的三獨蓋越來越沒有了 你只是看到延起在發生 而沒有那個是非對錯高低迷醜在發生 好 呼之善現 若菩薩摩薩修行波洛波洛蜜多 則為修行盡力 精進安忍境界 不思波洛蜜多 一為安住 內空乃至五性自信空 一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意界 一為安住古吉昧道聖地 一為修行是念住乃至八聖道之 一為修行是盡力 是無量是無色定 一為修行八卸托乃至十片處 一為修行空無相無厭解脫門 一為修行菩薩實地 一為修行一切陀螺尼門三母地門 一為修行五眼六神通 一為修行如乃十利乃至十八佛不共法 一為修行無妄思法橫住舍性 一為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 一為修行一切菩薩摩薩行 一為修行諸佛無上正等不敵 一為修行一切智智 所以你現在要抓住重點 假如你能夠安住 波洛蜜多 它為了 那下面的這些滋墨的功法 你全部都做到 你要懂 你看喔 你看前面不是講嗎 呼之善見 諾菩薩摩薩修行波洛波洛蜜多 也就是說我的總標是修行波洛蜜多 下面這些叫做陰延相 不管靜立 靜靜 安忍 境界 布施 乃至後面的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 這個都是陰延相 可是你在陰延相裡面 你都有十見波洛波蜜多 好 現在我用世間的屁 假如我懂得波洛波洛蜜多的總綱 那我在日常生活行住之後 都跟波洛波洛蜜多 當下就打成一遍了 因為波洛波洛蜜多一定不是功法 波洛波洛蜜多不是叫你走路 一邊練那個波洛波洛蜜多的名號 沒有 波洛波洛蜜多是遇到任何一個境界 你發現你不止走的境界出來了 你就行波洛波洛蜜多 因為不止走的那個結觀出來以後 你當然就不會墮路高興不高興 你整天看到那個逆境來 你也是河海可親 你看到瞬境來也是一樣河海可親 那個臉都沒有什麼變動 聽得懂嗎 不會看到瞬境笑得好開心喔 如果遇到不如雨 那個我們的那個那個 那個比四川變臉的那個變臉還要快 眼睛就瞪人家 就已經瞪了 這個就是眼離波洛波洛蜜多 波洛波洛蜜多 遇到逆境瞬境都是一樣 所以你對凡夫來講的話 他們一定會受不了 跟你講事情喔 你也沒有什麼情緒好像也沒有什麼意思 我在講的時候你要高興啊 你要生氣啊 這樣我們才相應啊 我跟你相應我就煩惱眾生 就是煩惡眾生 跟你相應 聽懂一樣 所以你要訓練喔 不管我們這個地球已經發生什麼 災難不災難 你這個行波洛波洛蜜多 都知道言其法嘛 所以就是法爾如是接受 聽得懂嗎 照樣都法爾如是接受 沒有情緒化的情質出來 你這樣子就培養你成功 這個在行柱中培養成功的話 等一下你一打通 極盡內盤馬上安住 你馬上真的就安住 因為你已經不知有不知無的 當然凡夫的人一定會說 這個修行人不感情 我自己有感情我就六道輪迴了 聽得懂啊 天啊 我跟你感情 我就要跟你六道輪迴啊 所以不容易喔 你們在家其實是 跟你家裡的人的每一分子 他們沒有停播落法會的時候 我告訴你 你懂法律喔 你要演戲 人家高興我們跟著高興 人家煩惱我們當然煩惱一下 不然人家會真的會氣死的 你怎麼都這樣像木頭石頭一樣 假如我們都有學佛法 我們就要同參道友 就可以互相理解 聽得懂 所以人家問我說 師父 九二一大地震有發生什麼事 我沒有啊 就那個延期延伸延媚而已 哪有發生什麼事 有很多人死 我也有很多人死而已 有人死就有人生 有人生就有人死嘛 聽得懂 那這個是法性啊 聽得懂 你有地震沒地震都一樣 生跟死是法性 聽得懂 有跟無是法性 那我理解以後 我們的法性裡面不著邊 看你要不要接受 你不著邊的話 你就被你的執著拖下水 一直六道輪迴 流浪文耳是執著而來的 聽得懂 是我們的執著自己把它 要上升要下降 是自己的執著造成的 那我們現在聽聞波羅波羅密多 以後人家問你說 你們讀波羅波羅法會以後 以後死掉去哪裡 我說我以後死掉 不在內 不在外 不在中間 不在東南西北 那在哪裡 與西空打成一片 西空沒有方位 以後你們讀波羅法會 你要問 你如果死掉的話 你以後要去哪一方 我跟西空打成一片 西空所有方都有 有沒有 西空是不是包含 東南西北四尾向下 都包含 所以你要問我到哪一方幹嘛 西空是我的家 我哪有還需要哪一方嗎 所以你可不可以訓練到這樣子 那個只有的概念都拿掉 聽得懂 你要只有的概念拿掉 父子三線 佛菩薩摩薩修行 波羅波羅密多 則為修行盡力 精盡安忍盡界 布施波羅密多 乃至安住 內空乃至無性至性空 一為安住真如乃至不失意界 一為安住古吉昧道聖地 一為修行 四念住乃至八聖道之 一為修行 四盡力四無量四無設定 一為修行八卸托 所以你要記住這個重點 假如你這個用功修行 重點是修行波羅波羅密多 那下面的課程你都有在修了 這樣聽得懂這個意思嗎 你看前面不是第一行嗎 做菩薩摩薩修行波羅波羅密多 則為修行 下面則為修行 都是等於你在修行波羅波羅密多 要記住這一句話 所以我看到這一段 我跟佛陀說好高興喔 我只要修波羅密多 那法門無量四驗節 我全部都修到了 聽得懂嗎 我全部都修到 活到無上四驗層 為什麼都做到了 聽得懂 因為我做總當事 做菩薩摩薩修行波羅波羅密多 則為修行 你看喔 則為就包括下面 空無相無願解脫門之 依為修行菩薩實地 依為修行 一切托羅密門三某地門 依為修行 無言六神通 依為修行 如來實力乃至是八佛不共亡 你看 依為修行無妄思法橫住舍信 依為修行 一切自道相自一切相自 依為修行一切菩薩摩薩行 依為修行諸佛無上正等不定 依為修行一切自自 所以你看喔 主委 假如你抓住重點 我只要修行波羅波羅密多就可以了 其他的法門全部包辦 全部包辦 這個叫一法通萬法通 聽懂 好 復次 善現 聖身波羅波羅密多 隨所行處 所有一切波羅密及 以一切不敵風法 皆息隨行 所以主委記住喔 當你聖身波羅密多走到哪裡 所有下面的一切法都跟到哪裡 跟到哪裡喔 所以所有一切波羅密 即以一切不敵風法 皆息隨行 你看 聖身波羅波羅密多 隨所自處 所有一切波羅密多 即以一切不敵風法 皆息隨至 你看波羅密多走到哪裡 下面 前面所講的一切法都跟到哪裡 聽懂 都跟到哪裡了 然後善現 如轉能王一樣 佛陀用世間的轉能王 轉能王跑到哪裡 他旁邊的七寶都跟到哪裡 聽懂 轉能聖王隨所行處 四種永今皆息隨行 你看 如轉能王所自處 四種永今皆息隨至 聖身波羅波羅密多 一復如是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 你一定要慢慢教育你 圓滿聖身波羅波羅密多 比較重要 因為你才有辦法究竟解脫 而且因為你圓滿聖身波羅波羅密多 你一點點的只有都不會產生 因為一點點只有產生都不能叫做 聖身波羅波羅密多圓滿 你要記住 所以說聖身波羅密多 一復如是 誰有所行及有所至 所謂一切波羅密多 即以一切菩提福文法 皆息隨行 所以我以前我讀的波羅法會 我就抓入這個重點 我只要安住波羅密多就好了 我的前面五度都跟我們跑 聽懂 我的念佛 我的拜佛 我的宋作也都跟我跑 都跟我跑 所以諸位你一定要記住 什麼叫波羅密多 前面有講 放下一切执著 叫做行聲波羅波羅密多 所以波羅波羅密多不是公法 但是開口閉口就提醒你 把一切执著放掉吧 聽得懂 所有的因緣都在 考驗你的执著嚴重不嚴重 什麼什麼因緣 順境的因緣在你面前發生 來考驗你执著不执著 逆境的因緣也在你的眼前發生 在六根一到六成都發生 那來看你执著還不执著 如果你都做得到 那你就是行聲波羅波羅密多的行者了 修盡者 好 所以我們西武記 不是講一個西武記的細論 人家那個作者真的也懂得活法 你看孫悟空最怕什麼 孫悟空只有嘛 傲慢很大嘛 他最怕的什麼 他最怕他師父練波羅心經 波羅心經練了他頭痛 頭就痛了 因為喔 我們的西武記是代表喔 波羅波羅密多心經在轉化這三個人 這三個人代表貪真吃耶 聽得懂嗎 蘇悟空代表什麼 陳慧 蘇巴切代表什麼 貪欲啊 三五進代表什麼 魚翅啊 這三毒誰來叫話 波羅波羅密多來叫話 要記住 人家編這個西武記這個羅冠宗喔 還是事件喔 事件喔 哎呀 裡面喔 都打妄語 不行聲波羅波羅密多 人家真的懂佛法耶 是用這個來對峙你的三毒的 所以西武記整體說出來 是告訴你 你怎麼轉化你的三毒 賢藏大師如何叫化三毒的地址 這三毒的地址 好 究竟自己 也就是所有一切波羅密多 集於一切菩提風華 皆稀隨行 究竟自己一切之之 善現如善欲者 下欲馬車 善欲者能夠調一馬車的人 令避險路 避險路就是我要避開我的直走 因為我避開我的直走 我那個三毒蓋的習氣就不會產生啊 這個是重點啊 因為三毒五蓋產生都已經是果 都已經果了 那我的因是嘛 不止起 所以呢 令避險路行以正道 誰本意義亞能往守治 所以我要走到哪裡 我就可以走到哪裡 因為我不只有 所以我走到哪裡都安心啊 當我只有的話 我就起恐懼心嘛 聖身波羅密多 一復如是 善意一切波羅密多 集於一切菩提風華 令避生死內盤顯露 行以亞智利利他正道 至本所求一切之之 據說善現白眼 世尊 諸菩薩摩薩 銀河為道 銀河為道 這個畫起來 人家問你 什麼叫真正的道 什麼叫揮道 活告善現 諸益生道 注意記住喔 益生道就是皇夫 六道輪迴都叫益生 都包含 所以益生兩個字包含很廣 六道輪迴都叫益生的人 益生的果報的人 如果生文道獨節道 非諸菩薩摩薩道 依此不能往一切之治 畫起來 你看喔 假如你是一生道 六道輪迴其中一道 或者是 常見的生文道 有見的獨節道 非諸菩薩摩薩道 依此 如果你依賴他 這樣子 你不能往一切之治 圓滿 聖身波羅波羅密多 手引六種波羅密多 魔士諸菩薩摩薩道 依此定能往一切之治 所以我們要往一切之治的成就 大家一定要記住 一定要靠聖身波羅波羅密多 因為聖身波羅波羅密多 引導前面的六度 前面的五度 好 記住三千富百佛無言 聖身波羅波羅密多 出現世間能辦大事 我們這個辦大事就是無我 無助身心的大事 不是我們選總統那個大事 世間選總統選立委那個大事 不是那個都是三獨五蓋的事情 你不要去碰 聽得懂嗎 所以你們現在這個世間 因緣相的選舉道 你們不要跟人家一樣 幾三獨五蓋的那個道友 你不要再去鑿鞭了 所以你一定要記住 你要 因為你要出世間 所以你要辦大事 辦大事呢 所謂世間諸菩薩摩薩道會道相 令諸菩薩摩薩之道是非道 極能正的一切知識 就是我要懂的什麼叫道跟非道 佛靠善現如是如是 你說的真的 切有如是的道理 沒錯 依儒所說 聖身波羅波羅密多出現世間能辦大事 然後呢 所謂世間諸菩薩摩薩道會道相 就是說波羅波密多能夠辨別道 菩薩摩薩的道跟非道相 令諸菩薩摩薩眾知識道是非道 能夠理解什麼叫道什麼叫非道 極能正的一切知識 互吃善現 聖身波羅波羅密多出現世間能辦大事 所以我們要記住 我們佛法的辦大事 就是把你的三獨五蓋的執著拿掉 那個才是我們的生死大事 聽得到 那個才叫生死大事 所謂度無量無數無邊友情 令得殊勝利益安樂 因為我們把三獨五蓋的執著拿掉 那請問你是不是天天都安住在那個殊勝利益安樂的生活當中 那當然啊 我們今天這是只有看不開 所以我們今天才不能安樂 如果你要安樂 那個無貪無稱無痴無癡無語無慢 那你每天當然就安樂 天啊 好 善現當之 聖身波羅波羅密多拉 雖作無邊利樂他是 而以此事無所取消 你看我們每天雖然在做這個 幫助自己成就的這些的功德事業 就是六度的這些功德事業 但是我們啊 而以此事無所取消 無所取消 所以主委我們今天呢 要做那件事情 我去做那件事情 做那件事不要取消 聽得懂 不管他做那件事情發生了逆境跟順境 我都不取消 就是說你每天都是清淨平等 但是一取消啊 你就沒有辦法清淨平等了 因為你的我執就出來了 然後呢 如是乃至啊 雖能釋見一切自治所做事啊 而以此事無所取消 我雖然可以做一切 自治所做的一切 但是我已經教育自己啊 無所取消四個字 雖能釋見身文獨解所做事啊 而以此事無所取消 善現 聖身波羅波羅密多 雖能引導一切不上謀殺眾啊 能去無臟症等補體 遠離身文獨解等地 我們修學波羅波羅密多的人 我們就是要離開 因為我們修學波羅密多 用意幹嘛 就是要栽別自己成本症結 好 然後呢 所以我會遠離身文獨解等地 而以諸法無聲無昧 以法助性為定量 這個畫起來 希望我們對一切諸法的發生 都安住啊 生昧不止走 所以叫無聲無昧 你每天都會跟你家裡 一道諸法的發生 眼睛看色塵 耳朵聽深塵 你看我們每天早上六根 前五根手對著前五根手 是不是每天都在發生 你十二根要吃東西要喝水啊 你的鼻子要吸氣嘛 要呼吸嘛 你每天都在發生這個前五根的 那個陰眼的功能作用 但是我的義根喔 因為聽經文法聽波羅波羅密多 我的意識就轉為波羅波羅密多的意識 聽到嗎 這個就是轉世成字 好 所以以法助性為定量 所以要告訴自己 任何境界來你不要逃避 但是境界來不逃避的當下訓練 不增不減不來不去 不依不易 這個不是怎麼解釋 就不止走來不止走去 所以叫不來不去 不止走真不止走減 所以叫不增不減 聽得懂啊 一定要記住這樣的答案喔 好 我們看913頁 據說善見 互擺佛言 佛百佛言 佛聖身波羅波羅密多 以一切法無生無昧 迎可不上謀善 聖身波羅波羅密多時 行身波羅波羅密多時 為諸有情 因行不失 因情境界 因其安忍 因情啊 精進因住啊 盡力因修波羅 所以你把他們這個六度前面的因修 因修喔 他的那個文字波羅把它記好 你看布施叫做因行布施 慈戒呢 禁戒叫因慈禁戒 安忍呢 就因齊啊 安忍 你看這個六度的六字 前面那個字都不一樣喔 我現在提醒大家 然後精進叫做因勤 然後敬力叫做因住 然後波羅叫做因修 就要把它記住他的不同的地方喔 佛告善見 諸菩薩摩薩修行波羅波羅密多時 言一切自治 為諸有情啊 因行不失 你看喔 因慈禁戒 因其安忍 因情精進 因住盡力 因修波羅 善見 使菩薩摩薩此此善根 以諸有情啊 同共回向一切自治 如是回向一切自治 你看我們今天能夠把前面的六度裡面的 因行 因慈 因起 因情 因住 因修 把它做做圓滿 然後我們都把它回向一切自治 因爲我是為了要成等症結 所以我今天才要在六度裡面被考試考核 所以這位也是一樣 但是六度並不是說我特意去搬 舉辦活動才有六度 你現在在家裡跟你家裡的人在一起 那個六度就在了 記住 六度不是另外 去找一個道場來修那邊 說某一個道場裡面才有六度 我剛剛說我們現在在聽課的當中就有六度發生了 我們等一下下課一樣有六度在發生 等一下我們去做那個高鐵 地鐵 捷運 都有六度在發生 聽得懂嗎 你一定要記住 你六度不是一個 那個外環會形象的功課 它沒有 它騙一切時一切處 人問的善線 使菩薩摩薩此此善根 以諸友情同共為相一切自治 如是迴向一切自治 則修也六種波動蜜都圓滿 你看我今天會行六度都是為了我的一切自治 我今天才要行六度 所以你看我們今天寫火如果沒有提升 那個一切自治成等症結 不知道哪時候才會成就 你看也就是說我看到很多那個外環會 很多我們世衆地鐵在外環 一砲就五十年六十年 沒有辦法因為他們沒有因緣福德 去聽聞菠蘿菠蘿蜜都提升 可是一砲就永遠停在做慈善事業 就停了 不知道做那個慈善事業 跟菠蘿菠蘿蜜都有關係 他不知道 聽得懂 所以他做某一個慈善事業 修橋補路在做什麼功德也滿 他還是人天福報而已 他不會因為做這個修橋補路 幫他成等症結 沒辦法 因為沒有聽聞菠蘿菠蘿蜜都 聽得懂嗎 一樣的 我們不要說在家人做慈善事 我們出家人發現做慈善事也是一樣 當你不聽聞菠蘿菠蘿蜜都 你一樣只是人天福報而已 聽得懂 也就是說我們前五度 要記住 前五度如果你只是不思境界安忍 精靜禪定 你都沒有後面的菠蘿佩爾的話 你前五度再怎麼功德再怎麼多大 你還是在天道 聽得懂 而且你可能在天道永遠是道立天的下面 都人家的部下 你可能沒有辦法從道立天跑到 躲帥頭天或者夜某天 你可能跑不到那邊去 你還是永遠在 因為道立天的那個十善夜報天冷的範圍裡面 在呆而已 在呆而已 為什麼 因為你只有 只有一個有 所以菠蘿菠蘿蜜都 不反對你做布施 要做布施 要做境界 但是希望你在做這些的前五度的功課當中 不要忘記 菠蘿菠蘿蜜都要套進去 聽得懂嗎 你不能光口號 光口號而已 能師手師及手師之物三輪體空 這是喊一喊口號而已 要境界來考試 才叫做你真的有沒有做到三輪體空 而且後面兩個輪是時間空間的直走 你會不會放不下呢 這個沒有轉念的話 你就無法跟菠蘿菠蘿都八配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 善現是菠蘿菠蘿 持止善根 以諸友群同共為相一切自治 如是為相一切自治 則修六種菠蘿蜜都速得圓滿 依修菠蘿慈悲習則速得圓滿 乃至安座妙普迪座 常不遠離如是六菠蘿蜜都 若不遠離 如是六種菠蘿蜜都 則不遠離一切自治 所以要記住 所以要記住 我們用這個前面的六度來考核 你會不會將來得到一切自治的圓滿 世故善現 若菠蘿摩佛薩 一極正一切自治 當勤精進修學六種菠蘿蜜都 所以我們今天想要整整整一切自治 但是我要用哪一個因緣相來考核 用六度因緣相來考試 來證明你直走不直走 嚴重不嚴重 所以說當勤精進修行六種菠蘿蜜都 若菠蘿摩佛薩 當勤精進修學修行波如是六種菠蘿蜜都 一切善根素的圓滿 極能正的一切自治 世故善現 主菠蘿摩佛薩 因與六種菠蘿蜜都 常共相應 所以我們今天要圓滿菠蘿蜜都 你一定要記住 跟前五度不能遠離 要用前五度的因緣相來跟你考試 聽得懂嗎 不然我們光喊口話沒有意思 我怎麼知道有沒有證明你 還有沒有直走不直走 就是前面的五種因緣式來考 什麼因緣式 不思境界安忍 精進禪定 來跟你印證你有沒有 行生菠蘿菠蘿蜜都 所以記住 就是說 總結世故善現 諸菠蘿摩薩 因與六菠蘿蜜都 幹嘛 常共相應 不相捨離 好 休息一下 好 我們看呢 菠蘿蜜都 我們的影印版本 九百一十三頁 記住善現白言 世尊 迎合菠蘿摩薩 能與六種菠蘿蜜都 常共相應 不相捨離 佛告善現 所以你要記住問話 回答的 如果你要做到不相捨離 可以 回答的答案佛告善現 就是說你要摘邊你二邊不早 這時候你才叫做 不遠離波羅波羅蜜都 你看下面的答案 佛告善現 菠蘿摩薩如實觀色 非相應會不相應 你看 非相應會不相應 如實觀色想形式 非相應會不相應 乃至如實觀一切自治 非相應會不相應 你看我做一件事情 那個事情的眼前 我做到會相應會不相應 聽了 這個如果你做到會相應會不相應 我們就叫親近平等 所以也就是說 我用日常的生活的實力 等一下我們下課我們要走路 我們眼睛看 射程 射程裡面都有什麼因緣相 車子的因緣相 人與人之間來往的因緣相 有機車的因緣相 有逢綠燈的因緣相 有人在工作的因緣相 這個都因緣相 那我們對眼根看這些射程的因緣相 我們按住什麼 會相應會不相應 聽得懂 如果你做到會相應會不相應 那當下就叫做菠蘿菠蘿蜜都 所以 乃至如死觀 你看包括你觀最高的境界 一切自製 非相應會不相應 是菠蘿摩薩能與六種菠蘿蜜都 常共相應不相捨 菠蘿摩薩能與四孽 我不應助射 我常常要教育自己 那個射受想形式的因緣 如果在的話 你不應助他 譬如說你現在跟你家裡的人 都已經共住五六十年 大家都互相知道他的喜氣 但是你現在形成菠蘿菠蘿蜜都 欠你們不要記憶 你的同伴 你的兒子 你的女兒 你的孫子的那種 習氣的常見 你如果有記憶他的習氣常見 那你就跟他的習氣相應 這個時候就要遠離菠蘿菠蘿蜜都 這個就考試 因為你以前是沒有讀菠蘿菠蘿蜜都 不會用 現在讀菠蘿菠蘿蜜都 你的生子 你的兒子 你的媳婦 你的老伴 大家都有五印 這時候他們的五印在你的面前 你要做到什麼 不陰柱色 不陰柱灰色 你看他們都有五印 在五色色想其日裡面 你要自己安排 不陰柱 不陰柱灰 記住 也就是說我不要柱有 也不要柱五 因為你起環照 起高興 都已經 住在有邊 不陰柱色 受想行事 依不陰柱灰 受想行事 乃至不陰柱一切自治 依不陰柱灰一切自治 何以故 色灰能柱灰手柱 所以佛陀會為什麼叫我們盡量不要柱 因為所有的柱都是會變異 所以色灰能柱灰手柱 這個畫起來這六個字 包括主委 我們在觀的這個人的色 比如說我現在講講課的法師 我講課的法師 他一樣有五印 按裡面聽課的人一樣有五印 聽得懂這意思 色非能柱非守柱 受想行事依非能柱非守柱 也就是說不柱有不柱五 親近平等看待 所以你的五印的發生 包括你現在跟家裡的每一個分子在一起 大家都有五印在發生 但是我們在這個五印的發生裡面 希望不柱有不柱五 一定要這樣一直摘給你 乃至我不陰柱一切自治 依不陰柱灰一切自治 何以故 因為他們都非能柱灰守柱 色非能柱灰守柱 所想行事依非能柱灰守柱 乃至一切自治 非能柱灰守柱 這個六個字你們用毛筆字 或者鉛筆寫下來 盡量告訴你 五印每天都可以用 十二路十八件每天都可以用 但是用的當下 我這個修行人安住 非能柱灰守柱 要記住喔 因為你要摘編你成本正結 善現 是菩薩摩薩能以六種波多密多 常共相運 不相捨離 也就是假如我們做到非能柱 非左柱 那你的當下就是跟六度在一起的 善現 若菩薩摩薩以如是無助方便 修行六種波多密多 是菩薩摩薩極能正得一切自治 如果你這樣一直累積下來 你這個修行人就自我栽培 極能正得一切自治的圓滿 就是你幫助你自己的 所以你要幫自己成就佛道快或慢 就看你的那個觀念有沒有正念正見 什麼叫正念正見 非能柱非守柱 二邊不早才叫正念正見 好 我們看914頁 善現 非如有人十億阿摩羅果 或半納沙果 掀起其子 以良美田而種植之 很多阿摩羅果有時候是說 我們現在 現在阿摩羅果就是我們的那個環石流 拔那 有些人是這樣說 但是有沒有正確我們不知道 但是喔 然後呢 而種植之隨時灌溉 守護管理 見次生長 牙境之夜 實解合合便有花果 果成熟矣 取而使之如是善現 若菩薩摩薩 一德無上正等補體 先學六種波濃密度 所以你看我們為什麼要學六種波濃密度 因為我們就像前面佛頭講阿摩羅果 我要去澆水 我要施毀 我們今天阿修行波濃波濃密度 我們要結造結知自己 然後呢 以布施或以愛語或以利行或以同事而色受之 既是受以教練安住 布施境界安忍精靜 近律波濃波濃密度 既安住以洩脫一切生老病死 因為我們如果學六波濃密度 他的教育都告訴我們 所以的延企向裡面 我們只有的比例希望越來越減少越好 因為只有的比例越來越減少 你就不容易生氣高興 你就不容易的 你也不容易整天心情不快樂 因為你心情不快樂 肯定就是只有 就不用再說了 一定是只有邊 既安住以洩脫 一切生老病死 正得常入必盡安樂 菩薩如是 當得無上正等不敵 轉妙法人度無量重 事故善先 若菩薩摩薩 亦以諸法 不借他言而自誤解 假如我們不用借他的 別人的因言 我們自己自解自作證 聽得懂 也就是說 我不要去發現生老病死 我才知道我已經 我會發生無常 我不用 我們本身就可以 在自己身上發現無常的 好 然後 亦能成熟一切友情 亦以佛土能上延祭 亦即安坐廟菩提坐 亦能降伏一切謀經 亦即正得一切知智 亦轉法輪 度偷有情重 度偷有情重 生老病死 正得常住必盡安樂 因學六種波羅密多 亦四色四方便色受諸 諸有群眾 其色受亦呢 亦令安住 布施境界 安忍精靜盡力 波羅波羅密多 菩薩如釋 勤修學史 因以波羅波羅密多 長情修學 所以菩薩摩薩他長情修學 修學什麼 就是波羅波羅密多 用波羅波羅密多 來引發前面五度的圓滿 好 我們再來看 因為我們這一品都在巧遍品 所以我們用功修行 不要一直硬砰砰的 因為硬砰砰 很容易高興不高興 聽得懂 我們的個性 很容易耍個性 耍個性 耍個性就是 你有偶見深見 你有自己的自我概念 所以你就會高興不高興 那我們用功修行的人 盡量要提升 我們不要再進入那個外凡論 心外求法的那個思想 我們應該 邪波羅密多把它提升 好 巧遍品第六十八之二 耳實際受善見腐白佛遠世尊 佛說 菩薩摩薩因以波羅波羅密多長情修學也 也就是說我們菩薩摩薩從你開始出發心的時候 你就要安住波羅波羅密多最好 佛告善見如是如是 我說菩薩摩薩因以波羅波羅密多長情修學 閃現如菩薩摩薩因以諸法得大自在 當學波羅波羅密多 因為波羅波羅密多跟你放下一切執著 你放下一切執著 你用功修行才會大自在 我們之所以不自在就是因為有執著障礙 而且在用功的修行還無法發現自己的執著 我們都還發現 所以我們要靠什麼 做某一個功課裡面發現自己的執著 你看我們在禮佛的時候發現自己的執著 什麼執著 忘練很多 我們在打坐的時候發現自己的執著 忘練很多 聽得懂嗎 所以我們做功課並不是不好 但是在這個當中裡面 你發現你的喪亂心很嚴重 可是你要想辦法用會觀矯正 如果你沒有會觀矯正 我雖然禮佛知道我的忘練很多 可是我一禮50年都還是忘練很多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波羅波羅密多的教義來糾正 因為你幹嘛 你還只有邊 你像我們那個外環會只有邊的人很嚴重 他可以禮佛60年 可是一面禮佛一面胡適亂想 他也心甘情願 都要在禮佛裡面胡適亂想 他說這樣也好 你看我們的職有 你看嚴重不嚴重很嚴重 所以本來禮佛的時候是 反過來是要發現你在禮佛有沒有恭敬心 有沒有雜念出來 本來是借用禮佛來看到自己的缺點 結果我們反而縱容自己的缺點 禮佛忘練來就忘練來管他了 哇 你這計畫起信東內 這個就是斷見 管他了 哇 這個道路斷見了 聽到 你沒有辦法在禮佛發現你為什麼 禮佛的當中胡適亂想裡面 他代表什麼 他代表你放不開 看不開的那個情境 你一直只有邊 所以不管你今天禮佛送經 你今天持咒都沒關係 但是當你在做這些功課的時候 你要反過來 妄念很多只是在告訴你 不是那些妄念找你用功修行人的麻煩 不是 他是在教練你 你某某人 你還有這些職走 為什麼都還看不開放不下 每天在禮佛送咒語的時候 那個職走的那種境界都一樣 你為什麼不檢討 如果你不檢討 當然一輩子就是外反位 都是外反位 而且你還會責怪 為什麼十方諸佛沒有特別照顧我 你怎麼可以起心動念 叫慈望諸佛起偏心 有敗的人才對他好 不敗的人對他不好嗎 你怎麼可以這樣解釋呢 所以諸位你在修學佛道的時候 一定要告訴自己 所有功課你都可以做 你喜歡就好 但是在做功課當中 看到自己的妄念妄想 為什麼到現在 經過三十年還沒有改過來 你要改過原因在哪裡 你要去 騙邪善知識 你要邪水 你們每一個人都是會渴 你要記住 會渴原來是一個將軍 原來是一個將軍 然後當他出家以後 那個妄念 因為將軍一定在過去的將軍 一定要殺人 聽得懂 你要帶部隊 可是他出家以後 每天送金鋼金 妄念都無法把他以前曾經做過的 那個負面的殺人放火那個記憶 擺除掉 他都沒辦法 沒辦法 他出家十幾年以後 然後很惱火 跟他師傅講怎麼辦 他說我也沒有辦法教你 因為我也不知道這個怎麼辦 他的帝度師傅 不然好了 我介紹你去到松山少林寺去找那個 那個外國來的那個 臉都黑黑的達摩好了 你去那邊找找看看有沒有救 碰碰硬氣吧 會口就沒辦法 那早期交通不便都要靠走路 就跑到松山少林寺 聽得懂 所以你要記住 然後當達摩祖師跟他見面的話 難道有教他公法嗎 你回去再拜佛五千拜 夜障消了 那個你的那個 那個恐懼的那個念頭就不會起來了 請問有沒有教這個 沒有 聽得懂 有沒有叫他送菠蘿菠蘿薪金一萬遍 沒有 你看 只用問答當中解脫他的執走而已 因為大家都知道 慧可跟達摩祖師見面 弟子心不安 達摩祖師說 把不安的心拿給了我幫你安吧 結果從頭到腳找不到有不安的心 最後剩下什麼 執走 兩個字而已 你為什麼那麼疑痴整天執走 你那個觀念幹嘛呢 所以你今天在學佛法要進步也是一樣 你要借用那個法門 所以我才說 我不會反對大家所喜歡的法門 是哪一個法門沒關係 但是希望借用那個法門 不要再借用那個法門增長執走 那就真的很累 我們多的是 就借用那個法門一直增長執走 所以他的三 因為增長執走的後遺症是什麼 三肚蓋習氣不可能會改掉 很容易就發脾氣 很容易就起愛樂 也就是說我們很容易起那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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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東坡被人家放屁 兩個字 屁到將來要找佛運蠶子吵架 那個蘇東坡自以為他巴風了 都已經過關了 力衰毀意稱積苦樂 他以為他過關了 聽得懂 他沒有過關 他是做文學的底子可以 因為他沒有三摩地 沒有子官不二定位等詞的功力 所以哪有巴風 有辦法去改善 改善不了 聽得懂 因為沒有截察力 截觀力 是一個做文章的文學者而已 所以這位你要記住 我們今天學佛的截觀 是要截觀 你這個修心人 從歸一三寶受五戒受八關在戒 你現在的三肚蓋的習氣的執走 你要憑良心告訴你 現在嚴重不嚴重 這個才叫自解 聽得懂 把這個自解成功的經驗 分享給別人 我們叫截他 聽得懂 不是在模仿那個外表的功課 所以說慧可遇到達摩 然後達摩有叫他練座儀一千萬遍嗎 十遍嗎 啊 你就在業障中 你就趕快坐在那個血堆裡面 好好禮佛吧 請問有交這個法門嗎 沒有 觀念上改掉 我們現在讀波羅法會也是一樣 是希望你的觀念改掉 你那個執有 尤其我們最容易執善法的有 聽得懂 執善法的有 所以希望你們在這個執有的當中 當我們聽聞波羅波羅密度 你家裡的任何人跟你相對談話的時候 你就要借那個基岩 來行聲波羅波羅密度 聽得懂嗎 因為他們是你的三知識 幫你 你跟他對話的時候會不會起談語概 你跟他對話的時候會不會起稱會概 你跟他對話的時候會不會起疑詞概 這樣懂嗎 你不要再跟初學一樣 我在做功課你不要吵我 我在功課你把電視機關掉 這個就不叫行聲波羅波羅密度 這個就一起在早夜了 懂不懂 行聲波羅波羅密度 因為不只走 所以當你做功課人家開電視不開電視 有聲音沒聲音 你根本不會被影響 你為什麼被影響 因為你已經早有編了 但是他們開電視讓你影響你的打咒 就是在栽培你 聖聲波羅波羅密度有沒有圓滿 但是我們反乎都沒辦法圓滿 我在打咒你不要開電視 拜託你半個小時不要開 等半個小時你再開沒關係 我們先協調一下 這個叫做反乎階段的商量 聽得懂 我們如果行聲波羅波羅密度圓滿 就不會在意這個影響 管你開不開 聽懂 你音樂開要開電視 要開音樂你就開吧 那我行聲波羅波羅密度不住聲 不住有聲跟無聲 不住一切法 所以你要借用這個境界來摘騙你 所以你不能再討厭你的家裡說 我在用功的時候 你說你為什麼開電視吵我 你為什麼開音樂要故意吵我 你要跟我作對 這個念頭一起來 就焉親債主就來了 聽懂 我們行聲波羅波羅密度 這個都要想辦法磨練 剛開始沒有人提醒你也不知道 現在慢慢聽聞波羅波羅密度 就是 我們禪宗所講的借甲修真 借靜觀真 所以所有境界 六整境界發生來觀察 你的心有沒有安住在真爐 所以借靜觀真 真就是真爐 真爐就是不動的意思 就是華爾盧氏的意思 聽懂一定要記住 所以摘何呢 聖神波羅波羅密度 既大事立令諸菩薩摩薩 眾以一切法得志在故 所以這位你沒想要得志在 一定要提醒你 安住波羅波羅密度 善現當之呢 聖神波羅波羅密度 以諸善法手去向門 譬如大海以一切水手去向門 你看大海是不是一切水都要流到大海 一樣啊 我們今天要成等正結 我們都要流到哪裡 流到波羅的大海裡面 用前面的五種因緣喔 布施靜靜安忍 靜靜禪定 然後倒歸於波羅波羅密度 好 世故善現 若生文聖 普特絕樓 若獨體聖 普特絕樓 若菩薩 普特絕樓 因以此聖神波羅波羅密度 常情修學 所以奉勸啊 不管你的程度 是哪一個程度沒關係 但是希望你們都要回歸 以此聖神波羅波羅密度 常情修學 諸菩薩摩薩 以此波羅波羅密度 情修學時 因以布施波羅密度 乃至近立波羅波羅密度 常情修學 所以我們了解波羅波羅密度 你做慈善事業沒關係 但是希望你做那個慈善事業 的當下跟波羅波羅密度 結合 你慈戒沒關係 希望你在慈戒的時候 跟波羅波羅密度結合 要記住一下 你今天插玻璃沒關係 你插玻璃的當下 跟波羅波羅密度結合 你今天煮患也沒關係 用煮患的陰眼跟波羅波羅密度結合 這樣聽得懂嗎 行住作物 以貌動盡體安然 是這樣子的 體安然就是波羅波羅密度的圓滿 好 英語內空乃至無性至信公 一常安住 英語真如乃至不失一戒一常安住 安住就是安住波羅波羅密度 然後因為前面都是叫陰眼像 英語苦其滅道聖地一常安住 因為苦其滅道是陰眼像 下面的三十七道比也是陰眼像 但是都回歸到波羅密度的安住 英語四念住乃至八聖道之一常修學 英語四見律四無量四無設定一常修學 英語八謝托乃至十片處一常修學 英語空無相無厭解脫明一常修學 英語菩薩摩薩地一常修學 英語一切陀羅尼門三母地門一常修學 英語五眼六神通一常修學 英語如乃十利乃至十八佛不共法 一常修學 無妄思法恆住舍性一常修學 英語一切字道相知一切相知一常修學 英語一切菩薩摩薩一常修學 英語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一常修學 英語一切自治一常修學 這裡的辟語我就用一個世間的辟語 我們的總綱是修學菩薩摩薩摩薩 可是我們要修學菩摩薩摩薩 這個修學人要在日常生活的行住舍物裡面 去檢視有沒有跟菩薩摩薩摩薩相配合 聽得懂 不管你行住舍物 不管你跟家裡的談話 所有英語相出現 你煮飯 你照顧孫子 你照顧兒子 你靠什麼英語都希望你當下跟菩薩摩薩摩薩都去相合 這樣懂嗎 是這樣的意思 好 善現如善色人假作堅固 功賤如意 他用世間的辟語 色受菩摩薩摩薩都善巧方便 備註功德 一切謀經 因為如善色人假作經過 假作經過就是在講說 菩薩摩薩都圓滿的人 他用這樣辟語 所以說備諸功德 一切謀經外道議論所不能屈 所以我今天打仗我有假背 當然我就不容易受傷 好 世故善現 若菩薩摩薩一極正的一切自治 殷勤修學聖身波落波隆味道 你們如果開口閉口都想要管 早一點成等症結你們要記住 想要早一點成等症結可以 欠你回觀返照來修學聖身波落波隆味道 才有機會早一點成等症結 不難很難 善現 若菩薩摩薩能以波落波隆味道常情 修學定為十方無量無數無邊世界 諸佛世尊常共互念 所以你要記住這一句話 我告訴你二六時鐘都跟波落波隆味道圓滿 我告訴你旁邊 變為無量 十方無量無數無邊世界 諸佛世尊常共互念你 所以你們想要在修行佛道 被十方諸佛覆念 你們要常學波落波隆味道 才有辦法 因為十方諸佛會覺得說我覆念你啊 我也知道你啊 因為有波落波隆味道的教育 你以後都會跟我們一樣 所以我覆念你 據說善現啊 也就是說我們上一段說 十方諸佛菩薩絕對不會 覆念那個著有的眾生 你要記住 不管你的著有外反味說 我禮佛多少消業障 我禮佛多少怎樣怎樣 我告訴我十方諸佛不會覆念這個著有的人 你放心 因為我覆念你著有你以後會出問題的 因為你已經對名利很著有 我還一直添油加醋 讓你一直去找那個名利 要不是害你嗎 聽到你的脾氣那麼不好 我還複慈你 複念你然後複念你 然後脾氣越來越不好嗎 我常常複念你幾貪意概嗎 哪有可能 所以十方諸佛都在複念 無貪無稱無痴無癡無語無慢的修行人 他才複念你 因為你不著有所以我才要複念你 你一著有我就很難複念你了 因為違背波羅波羅蜜多的教育 因為波羅波羅蜜多的教育是 不著有邊不著無邊 不著逆境跟順境 這才叫波羅波羅蜜多 所以既受善現白眼 世尊銀爾菩薩摩薩常情修寫聖聲波羅波羅蜜多 變為十方無量無數無邊世界 諸佛常共複念內佛告善現 若菩薩摩薩能以亞波羅蜜多 常情修寫則能修行布施波羅蜜多 也就是說我在修行布施境界安人 我都安住在不止有邊 乃至修行一切自知 由此無量 由此十方無量無數無邊世界 諸佛世尊常共複念 因為他知道你不止有 我才會複持那些不止有的修行者 所以當我們只有的話 他絕對不會扶持你 因為他扶持你 他就等於害你 聽得懂害你 害你這個只有的眾生 所以只有的眾生 為什麼求一輩子的感應 都沒有感應 為什麼 因為你只有 所以不可能失望諸佛再害你一次 因為你認為你謙誠心在求感應 希望佛菩薩獻銜瑞相給你 菩薩如果銜瑞相給你 他知道你這個修行人 那個只有的 只有那個感應 那個神通很嚴重的缺點 他怎麼還會配合你的執著 來獻銜瑞相給你看 他獻銜瑞相給你看 他以後更害你 這個佛菩薩要自己負起因果 聽得懂 所以為什麼我們外繁衛的人 在追求什麼感應一大堆 都沒有辦法兌現 因為慈光諸佛不可能再害你一次 你一定還好的眾生 我再害你一次幹嘛 可是我們反乎因為沒有天經文化 不懂這個原理 我都以為說我很千層在求了 聽得懂 就是因為你千層在求 你那個千層都只有編著千層 你那個千層不是安住波諾 波諾密多的千層 所以當我給你感應瑞相 我也沒有我這個諸佛不上也無法救拔你 因為在感應有效你的只有更嚴重 聽得懂 所以所以你們在送佛號送咒語得到 有什麼感應啊什麼 什麼地上繪粉都珠珠出來 什麼牆壁都有 那個聽一聽就好了 那個都是只有 如果那個沒有改的話 最後水會捉弄你 就剩下魔會捉弄你而已 佛菩薩不會捉弄你 聽得懂 絕對的你放心 佛菩薩不會捉弄你 只有那個心外舉法的魔跟你相應 那個會捉弄你 因為你要求感應的人 你要記住 求感應神通 越感應越有內向 越相應的人 絕對是遠離波諾波諾密多 百分之百是遠離波諾波諾密多 所以師傅講這句話會被人家討厭 聽得懂 我不是很有感應嗎 很有感應就是你遠離波諾波諾密多 你不是要準備要成本正結的人 你才喜歡那個小小的成就 聽得懂 那個是小學階段 幼稚園階段 我的肚子餓了 我哭 我用哭來通知我的父母親說 我要吃飯了 我要吃牛奶了 聽得懂 就表示你還是小孩子的那個喜氣觀念在 可是你今天要成本正結 不能這樣子 你一定要安住波諾波諾密多的教育 記住三千 腐敗佛遠是菩薩摩薩 因何修行布施波諾密多乃至修行一切自治 並為十方無量無數無邊世界諸佛常共互戀 你看喔 你今天想要十方諸佛菩薩跟你常共互戀 那你現在調整你有沒有安住波諾波諾密多 再說 活告善現 使菩薩摩薩修行布施波諾密多時 觀布施波諾密多不可得 你看喔 你要觀這些不可得 十方世界的諸佛菩薩才會復練你 這一段話起來 因為你如果今天要 你要找有邊給十方諸佛給你復練可以 那你這個修行人一定要做到這樣子 觀布施波諾密多不可得乃至修行一切自治時 觀一切自治都不可得 都不可得 你這樣子才有辦法 有資格 被為十方無量無數無邊 世界諸佛世尊常共互戀 所以反過來 十方諸佛常共互戀 都在覆念哪一些修行人 不执著所有的法的人才會覆念你 當你执著某一個法 然後你看到感應瑞相 那個鐵定都不是十方諸佛 只有某會來捉弄你而已 因為他知道你心外修法那個意念很強 你不死心要看熱相要看感應 因為你不死心我用這個來配合你 讓你永遠就是在只有的邪佛過程中 一直泡在那個有邊裡面一直泡一直泡 好 聽得懂 要記住 因為你今天想要邪佛程等正解 你一定要準備 你這個修行人要準備離世句 聽得懂 你今天想要程等正解可以 你要準備 不執著有邊 不執著無邊 不執著一有一無邊 不執著非有非無邊 你要準備 這樣才有程等正解的機會 不然很難 附自然 閃現如是十方無量無數無邊世界 諸佛世尊 如色不可得常共互戀 是菩薩謀殺 因為五印本來就不可得 他只是暫時的因緣相存在 如果那個因緣相你只有邊的話 那每一個眾生也都希望他的五印 都在保持那個因緣的五印 可是我們為什麼經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你的一歲孩子的五印 為什麼會跑為二歲那個小孩子的五印 然後當你三十歲的時候 為什麼會跑到那個三十歲的五印 因為我們都在五印變異當中成長 聽得懂 都在五印的五常性五偶性成長 聽得懂嗎 你要記住 所以你今天年紀大了 你跟你的那個國小的那個面向不一樣 這個代表什麼 變異性的教育 無常性的教育 無偶性的教育 無偶性的教育 聽得懂嗎 所以你就不用再看說 我怎麼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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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前的相片這樣 現在怎麼又不一樣了 我們每一個人不管一樣不一樣 我們都活在無偶性 變異性 無偶性的當中 所以你這個修行你一定接受這種 這個叫正念正見 你不要再找有編 我們如果找有編的話 我們可以把有的變異延後而已 但是一定會變異 記住一下 一定要 所以如 因為色都是這麼解釋 下面的如受想形式 不可得常共護念 是不上謀殺乃至 如一切自治 不可得 為什麼不可得 因為變異的關係 所以常共護念 是菩薩謀殺 物質善現 如是十方無量無數 無邊世界 諸佛世尊不以色 故常共護念 是菩薩謀殺 不以受想形式 故常共護念 然後是菩薩謀殺乃至不以 就是我接受這個五印十二路 但是我不會在五印裡面 要得到什麼成果 五印會給我得到什麼 我們寫佛以後就知道 五印給你的是便利性 無我性 無常性而已 他還有給你什麼 乃至不以一切自治 常共護念 是菩薩謀殺 要記住 就是你學那個法 不要再直走那個法 要記住 據說善現腐白佛言 諸菩薩謀殺 雖多促學 而無所學 你看我們菩薩謀殺 雖然從五印開始學習到一切字都學 但是我學這個 我的後面的答案是四個字 而無所學 聽得懂嗎 無所學不是斷見的不學 是我對那個學的因緣相 我學了以後不要再直有邊 然後佛告善現 如是如是 諸菩薩謀殺 雖多促修學 而無所學 你看我們雖然一直是參學 參學很多促 但是無所學 所以則何 使無有法可令菩薩謀殺眾 以中修學 也就是說 我用比較白話文的 使無有法可令菩薩謀殺眾 以前面的這些法 有所直走 這個以中學 我修學修學什麼 無所直走四個字 我無所修學四個字 從哪裡磨練 從你日常生活的行住之後磨練 因為你說你今天 聽文波羅波羅蜜多有沒有趕開放下 不知道 但是我們要拿什麼境界來考試 你回家以後 跟你的家裡的人 任何一個人在一起 那你看看有沒有跟 聽文波羅法會 跟不聽文波羅法會以後 你有沒有對於那個直走慢慢減輕 如果對直走減輕 那才叫做波羅波羅蜜多見次也滿 聽得懂 好 既受善現 護白佛言 世尊 為諸菩薩謀殺眾 淚或廣先收六波羅蜜多 淚就是精藥 廣就是廣收 普遍的收 我們的淚就是剛藥的意思 不是一般我們解釋叫簡淚 我們佛經 你如果看到淚都是剛藥精藥之處 廣是說了很多 所以淚就是說重點 廣就說一大堆的 先說六種波羅蜜多相應之法 如果菩薩謀殺一極正一切 一極正得一切自治 以此六波羅蜜多相應法教 所以你們要得到一切自治可以 那你們就是要在日常的六度裡面的因緣相裡面磨練 才證明一切自治有沒有圓滿 所以落列落廣 皆因聽聞受詞讀誦就慶通力 既通力以如理思維 我們最主要是四個字如理思維 你把經典都練 你說八大仁傑經你會讀了 會背了 背完以後下一段就要做什麼 對八大仁傑經裡面的文字起如理思維 你不如理思維你沒辦法進步 也就是說假如我今天沒有如理思維 我今天還是會跟 那個沒有聽經文法的眾生的 只有一樣的答案 我也很容易看到順境高興 看到逆境不高興 我也很容易只有 但是我今天如理思維以後 今天我對於順境的那個起心動念 已經很少很少的會出現他的執著 對於逆境的執著 我也是有如理思維 因為我靠如理思維來破我的我見 聽得懂這一次嗎 我破我的我見 那我何必還要一直自己陷害自己 直友邊直舞邊呢 來干擾自己幹嘛 所以我靠什麼四個字如理思維 這個理是指什麼 就是前面佛陀所講的 一切諸法都是生命因年相 不管有佛無佛都一樣 這個就是如理思維了 因為我聽經文法如理思維 既思維以我還要省政觀察 省政觀察就是日常生活所發生的現象 我來觀察是不是跟佛說的是不是一樣 如果一樣我下面就是百分之百接受佛說的話 正觀察以你看我正觀察以 令心心手以守原相皆不復轉 這時候我在能守的那個發生的因緣相 我這二邊已經不再執著了 所以叫做正觀察也就是觀察佛陀 剛剛才告訴我五印皆空的道理 然後我把五印皆空觀察以後 我用在日常生活器看我的五印的映奏 因為你的五印的映奏 行住座都有五印的映奏 那我看看我會不會再著想 所以說令心心手以守原相皆不復轉 就不會再重複的起心動念 所以我們今天學佛陀佛陀 昨天對你禮貌不禮貌的事情 你要訓練 連跟人家講都不再講了 再來進步連起心動念那個起心動都不再起了 聽得懂 師傅跟你說我長 這句話不要再提了 因為過去心了不可的不要再提了 你再提你就增長你的執著 你的記憶的執著 聽得懂 所以你看我們今天修學波陀佛陀佛陀 因為我們已經遵守佛陀所講的話 凡對過去所遇到的那個 逆境瞬境的因緣相出現了 你要告訴你 不顧念 不要再回憶了 雖然我長對你有禮貌沒有禮貌 你怎麼今天又記的 類似這樣的類比的屁語 成績是你長我對你這麼好你又記的喔 師傅我今天學怎麼對你這麼好 因為你長對我好 哇又記了 聽了這個就叫執著 這個都要轉念掉 聽得懂 因為你這個不轉念 你還墮入凡夫的念頭 聽得懂 凡夫友情的念頭 所以你一定要告訴自己 令心跟心手以守言相 你要記住喔 守言相包括六根一道六成 都叫守言相 皆不再互轉 不要再寵物起心動念 聽得懂 你寵物起心動就要一直轉 我們凡夫對逆境喔 那個記憶的轉最嚴重 對於那個順境的轉喔 比較沒有那麼嚴重 佛告善現 如是如是 如如所說 你看那學生喔 比 也不輸老師啊 他說學生講了以後 老師就跟他鼓勵鼓勵 如是如是 如如所說 互是善現 諸菩薩摩薩 以佛世尊所說 六種波通密都 相應法教 這個相應法教 不管是經要 或者不經要 這是若類若廣 我都一樣一教奉行 你看喔 若類若廣 勤修學子 應以諸法 如實了之 不了之類廣之相 因為不管類的五印也是皆空 廣的五印也是五印皆空 聽得也都一樣 據說善現 白眼 是尊 銀河菩薩摩薩 以一切法 如實了之 列廣之相 你看我們列廣之相 從哪裡磨練 不是公口說白話 我們也要去體驗它一下 佛告善現 若菩薩摩薩 如實了之 設真如相 受想行事真如相 如實了之 遠處真如相 什麼叫真如 就是一定會生住異昧 一定會沉住壞空 這個叫真如相 你看我們等一下 現在時間在上課 就叫真如相 等一下我們到了 4點50分下課 這個下課的真如相 這樣聽得懂嗎 真如相就是因緣相 那我們在這個發生的 因緣相的真如裡面 不再找有邊無邊 一有一無歸有歸無 所以受想行事真如相 如實了之遠處 遠處真如相 乃至欲處真如相 如實了之色處真如相 乃至法處真如相 因為真如相剛才有講的 就是無常性 無我性 並異性 都叫真如相 都叫真如相 我們盡量 基礎的那個無常苦空無我 它的真如相就是這樣子 那我不要對它生氣不生氣 這時候你以後 在練這個佛號的相應就很快 你知道我們為什麼佛號不能專一 不能一心不亂 因為就是找我 找有一個我 有一個我就干擾了你 那個佛號的練不好 如果你看到的一切法的真如相 你那個找我的習氣 越來越減少 那一切法不管修哪一個法 馬上就相應 馬上就教你了 如實了之眼界真如相 乃至意界真如相 如實了之色界真如相 乃至法界真如相 如實了之眼處界真如相 乃至意識界真如相 如實了之眼處真如相 乃至意處真如相 如實了之眼處 為原所生諸受真如相 乃至意識 為原所生真如相 我們剛才都有跟大家解釋真如相 一定要記住 真如相不是我固定的修 有一個真如境界跑出來叫真如相 無我性 變異性 無常性都叫真如 等一下我們下課 晚了大家都會離開 這個叫真如相 因為遠起遠面就叫真如相 聽得懂嗎 一定要記住 如實了之地界真如相 乃至世界真如相 如實了之陰眼真如相 乃至真上眼真如相 如實了之無明真如相 乃至老死真如相 如實了之不思波浪蜜多真如相 乃至波羅波浪蜜多真如相 如實了之內空真如相 乃至無性自信空真如相 如實了之苦其媚道 苦聖地真如相 苦聖地真如相 极滅道聖地真如相 如實了之是念住真如相 乃至八聖道之真如相 如實了之是盡力真如相 是無量是無設定真如相 如實了之呢 八戒脫真如相 乃至十片處真如相 如實了之空解脫門真如相 然後無相無願解脫門真如相 如實了之靜觀地真如相 乃至如來地真如相 如實了之幾喜地真如相 乃至法雲地真如相 如實了之一切妥妥尼門真如相 一切山姆地門真如相 如實了之無願真如相 六神通真如相 如實了之如來實力真如相 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真如相 如實了之三十二大事相真如相 八十誰好真如相 如實了之 無妄思法真如相 乃至舍信真如相 如實了之 所以各位記住喔 我們就是前面四個字 如實了之 沒有叫你如實閉關 如實修某一個法都沒有 就叫你如實了之四個字 聽得懂嗎 了之變異性無常性無我性 都是這樣子的 所以如實了之一切智真如相 道相之一切相智真如相 如實了之一流果真如相 乃至獨解菩提真如相 如實了之一切菩薩摩薩行真如相 諸佛無上正點菩提真如相 如實了之一切智之真如相 是菩薩摩薩一切法如實了之 類廣之相 不管重點跟 不是重點 類廣之相都一樣真如相 所以我才用日常生活的 我今天肚子會餓會吃東西 叫真如相 我今天吃飽了不想再吃了 叫真如相 餓有餓的真如相的因緣 飽有飽的那個飽的因緣相的因緣 聽得懂 你都理解這個叫因緣相就好了 然後了之以後 我們比較不會我慢升級 也比較不會找我 天啊不會找一個有編 記者善現白眼是真 因而設真如相 受想形式真如相 乃至一切智之真如相 諸佛無上 如實了之而與中學 什麼叫真如相 如果真如相我懂了 我是不是在這個當中來學習真如相 所以 以一切法如實了之而 類廣之相呢 這個善現問佛陀 那我們如何去 摘別自己真如相 所以下面 你們看佛陀的答案 佛高善見 什麼叫做真如 不管你五印的真如 真如兩個字 下面的答案都一樣 色真如無神無魅 依無注意而可思色 世明色真如相 注意佛陀跟善現的回答 你看這個色 請問色法 請問他的生跟魅 是不是因緣造成的 請問你看我們的肉體 我們從一歲的色 到現在已經五十歲六十歲的色 聽得懂嗎 請問你現在六十歲的色 你難道你的皮膚還跟一歲兩歲的皮膚 是一樣的形狀答案嗎 沒有啊 因為他已經變異了 聽得懂啊 所以你要接受那個變異的像是正常的 因為一定要變異 你不可能你今天是七十歲 你的皮膚要跟一歲的小孩一樣 雖然一歲的小孩你都曾經經歷過 但是你現在是七十歲的 你不能再起貪戀 說我七十歲我的皮膚要跟一歲一樣 這個就是貪戀蓋成為蓋 魚吃蓋 聽得懂嗎 你要接受這個是變異像 陰眼像 如果接受這個變異像 因為生魅像的話 我在這個不止取的時候 我們才叫做無生無魅 這個無就是不著生跟魅 叫無的意思 這個無不是火定詞 你們一定要常常記住 我們剝落心間講 無為那筆捨真欲 無色生相會出 這個無就是不止走 那個色生相會的陰眼所發生的 不止走四聖帝十二陰眼 我們這個無是這樣解釋的 而且不要主觀觀念起來 你接受他的這個陰眼像 好 所以才說 如果你接受他的這個陰眼像 色真如就一定會變異 所以我在變異當中 我不要再說 我的一歲的色這樣子 現在十歲了 我的色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這個時候就是 有真有簡 有生有滅的執著 你本來就要接受變異 所以色真如無生無魅 在色的真如 色的生 色的魅 你不要再質取他 再來 一無注意而可失 你不要再說 那是不是有什麼奇怪的境界會出現 不會 你不要再去失色這個 如果你做得到 你就接受了 四明色真如相 下面受想形式是我們的心理現象 都一樣 真如無色無魅 一無注意而可失色 四明受想形式真如相 所以在色爽形式的真如相裡面 大家一定要記住 你一定要接受 無我性 變異性 無常性的事實 聽得懂 你不要再要求佛 佛啊 我歸於三寶那麼久了 為什麼我持大悲咒都沒感應 為什麼你都沒有照顧我 你不要再有這樣的 那個貪意概的令頭要起來 你今天已經八十歲了 你還要叫佛菩薩跟你恢復到二十歲的皮膚嗎 聽得懂哪有可能 哪有到現在哪有一個世間人恢復成功 你在花很多的化妝品去買 你在花很多的機器去改造 你的那個生命因緣相的變異還是在 聽得懂啊 只是延後而已 並不是他不會變異 聽得懂 所以我知道會變異 所以我也想辦法 讓我的肉體不要變異太快老 為什麼 因為我這樣可以獎金收法 到一百六十歲 你們要祝福一下 你怎麼都常常常 我知道你怎麼常常 你在嫉妒嗎一百六十歲 師父你早有編 然後俗難讀俏 聽經無法的把師父糾正 師父你不能早有編 怎麼還活到一百六十歲 怪人 要記住 這個叫虛妄的語言 聽得懂 永遠要記住 所以 依無注意而可失色 世民設真如相 包括我們受想的形式 真如無聲無昧 依無注意而可失色 世民受想形式真如相 要記住 真如相就是你一定要乖乖給我 接受那個便異性 無我性無常性 那個才要真正的真如相 乃至一切自自然 真如無生無昧 依無注意而可失色 世民一切自自真如相 乃至一切法都是一樣 所以 諸菩薩摩薩如實了之 當於終結 你看菩薩摩薩要 要知道這個真如相的便異相 無常無我 這個就是真如的性質 這個菩薩摩薩要如實了之 而且要以這個當中去學習 學習什麼 無常性 便異性 無我性 所以你們如果跟師父在一起 我已經很少發脾氣了 為什麼 因為我被無常無我感化了 以前一樣會便臉 你對我不恭敬我一樣會便臉 為什麼 因為有常的之種 現在比較不會便臉 已經了解 無常性 無我性 兵異性 不管你高興不高興 它一樣在 不管你追求長壽 不長壽一樣在 聽得懂 所以大家要理解 這個叫形聲波羅波濃密多的智慧 所以才說 如實了之當於終結 以一切法如實了之 類廣之相 不管重點不重點都一樣 呼之善先 若菩薩摩薩如實了之 射實際相 所以你把這個 前面是告訴諸位說 射真如無生無昧 現在要讓你 前面是五印的真如相 現在是五印的實際相 實際相 了之射實際相 受想形式實際相 乃至如實了之 一切自至實際相 是菩薩摩薩 以一切法如實了之 勒廣之相 祭受善先 白眼 世尊 迎合 射實際相 因為佛陀講的 善先 替我們未來眾生問 因為前面已經 問了真如相 現在 在問什麼叫五印的實際相是什麼 諸菩薩佛告善顯 無射即是明射實際相 這個五不是火定的五 是不執著色際才叫做色實際相 不執著受想形式 際才叫做受想形式實際相 所以前面叫做用無來回答你 乃至無一切自至際 世民一切自至實際相 所以諸位你一定要了解 波羅波密東 開口閉口都一直在提倡 不管時間空間都盡量減少自己的執著 因為一直走起來 後面的後遺症的那個三獨五蓋實際都出來 所以三獨五蓋實際從哪裡來 從你的職有而來的 但是我們聽經文法有 我們減少我們的職有的比例 那三獨五蓋發作的比例就越來越少 聽得懂 那我們聽經文法也要被聽經文法的當中給教育成功 所以有很多人說 聽經文法聽了以後到境界來他還是越不過去 該貪欲的時候貪欲 該稱謂的時候他也要照稱謂 還是越不過去 因為平常就覺察力沒有自我訓練 然後一個真正的打擊的境界一來 全部都破功了 不知道剛好借用那個鷹眼來看看自己有沒有達到 無常不值走 無我不值走 便意不值走 我們剛剛 所以諸位你們以後小心 不一定有一天師父只有 然後幫你們教訓一頓 這樣師父後天不要來好 這個我們只有又來了 聽得懂所以你要記住 乃至無一切自治 世明一切自治實際相 諸菩薩摩薩如實了之當於中學 以一切法如實了之類廣之相 因為不管類更廣 都是生命相 都是陰眼相 都是無常相 實際兩個字就在說明 無常 無我 苦都是叫實際的 乃至善現 若菩薩摩薩如實了之設法界相 受想行事法界相 乃至如實了之一切自然法界相 是菩薩摩薩以一切法如實了之列廣之相 據說善現白眼四尊 迎合菩薩 迎合設法界相 你看佛陀回答那個善現 善現就拿佛陀回答的話 又來問佛陀一次 從前面的真如相 我問了 再來第二個實際相 再來現在第三個叫法界相 諸位寧把這個不同的問法的那個重點 就是真如相 然後再來實際相 然後再來法界相 但是這些都沒有離開五印十二六十八界 所以迎合設法界相 受想行事法界相 乃至一切 乃至迎合一切自治法界相 諸菩薩摩薩如實了之而與中學 你看我們如實了之要在這些相裡面學習 學習 以一切法如實了之列廣之相 佛陀善現 色如虛空 無障無礙 然後無生無昧 無斷無序 而可思色 是明色法界相 所以法界相是什麼 佛陀回答善現 這是色如虛空 無障無礙 虛空裡面本來就沒有障礙 沒有生命 沒有斷序的執著 聽說虛空哪裡會執著哪一個法不會 所以你看我們丟東西丟到虛空去 虛空那個東西馬上掉下來 因為虛空不會連住你 不會連住那個丟東西那個東西把你連住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不住一切法 所以我們用功修行也是一樣 把自己的心態修到如虛空一樣 然後受想形式如虛空 無障無礙無礙無生無昧 無斷無序 而可思色 色明受想形式法界相 所以法界相的訓練是什麼 就是無障無礙 無生無昧 無斷無序 這個叫做法界相的訓練 然後呢 而可思色色明一切自治法界相 諸菩薩謀煞如實了之當以忠學 我們如實了之希望在這個當中 自我訓練來學習成長 以一切法 一切法如實了之列廣之相 好 下面就在問 據說善現拔也世尊 諸菩薩謀煞 因何因之一切法列廣之相呢 佛告善現 若菩薩謀煞如實了之一切法不和不善 類廣之相再繼續追問 那你要對所有界法不和不善 也就是說和跟善不要執著它 和就有和的因緣 像我今天知道你年輕 你很漂亮 但是我不執著 今天你老了 皮膚會坐坐的 但我也不執著 這個叫做二邊不執著 記住 我們常常 所以我們說 多漏法會真的沒有在教功法 只在教你希望一切的法遇到以後 你主動不要執著 不要執著的比例 越少越好 時間的執著越少越好 空間所發生的因緣相 它的執著越少越好 這時候你打坐的時候 馬上進入狀況 你知道我們打坐之所以 念佛或者打坐都沒有辦法進入狀況 就是我們還有很多無名的執著自己搞不清楚 還無法了知清楚 所以我們讀波洛法會以後 就希望讓你讀了以後 你認識自己清楚一點 清楚什麼 那個執著的比例嚴重不嚴重 如果不嚴重 當然我和善就不會執著 所以叫不和不善 因為和就是因緣和和的和 善就是因緣散亂的 那我對因緣的和和跟因緣的善去 我這兩邊不執著 所以叫不和不善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是菩薩摩薩 因如是知一切法 類廣之相 因為類廣之相 都有跟和善有關係 但是我都不執著 既受善限百願 是存何等一切法不和不善呢 那不和不善去哪裡訓練 去五印裡面訓練 去十二路十八界裡面訓練 和跟善的執著 在我們日常生活來說 你在家裡行住作後裡面 都訓練 你和跟善的因緣相有沒有執著 如果都沒有執著 那你這個修學就做到不和不善 聽得懂嗎 那佛陀就告訴善限 那我們怎麼栽培 那個不和不善有沒有成功 還是要從五印開始到一切之志 佛告善限 適不和不善受想行事不和不善 遠處乃至欲出不和不善 適出乃至法處不和不善 我們再解釋一下 和是因緣有和和所以叫和 因緣如果解開我們就叫散亂 在因緣和和跟善去的當中 我不止取二邊 要教育你這樣子 所以叫不和不善做成功了 而且做成功是用 五印十二路十八界的因緣相來考試 所以不和不善的考試很多 前面的不長不斷的考試也很多 都從五印開始考試 從十二路十八界你看 我們色處乃至法處不和不善 遠界乃至異界不和不善 你看你要在六處裡面訓練 不和不善 節觀不和不善 你要在遠界乃至異界 六界裡面訓練不和不善 色界乃至法界不和不善 遠世界乃至異世界不和不善 遠處乃至異處不和不善 遠處為原所生諸所 乃至異處為原所生諸所 不和不善 乃至地界乃至世界不和不善 因緣乃至真相緣不和不善 無明乃至老死不和不善 貪異稱惠於之不和不善 我們一道三讀 我們也不要被三讀黏 或者不和不善 所以你看三讀也要訓練不和不善 異界色界無色界不和不善 布施波羅密多乃至波羅波羅密多不和不善 內空乃至無聖即興空不和不善 真如乃至不失異界不和不善 苦其滅道聖地不和不善 是念諸乃至八聖道之不和不善 是盡力是無量是無設定不和不善 八聖多乃至十片處不和不善 公無相無厭解脫門不和不善 精光地乃至如來地不和不善 激喜地乃至法淫地不和不善 一切陀陀尼門三謀地門不和不善 五眼六十通不和不善 如來十利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和不善 你看光訓練不和不善 每一個法都要訓練 聽得了 都要訓練不和不善 乃至我們這個順境 我們最喜歡三十二大事項 這個瑞相大家最喜歡 但是你有沒有和善的之種 也要訓練 三十二大事項八十隨號不和不善 無妄思法橫住舍信不和不善 一切之道將之一切相之不和不善 欲留國乃至獨解菩提不和不善 一切菩薩謀善其哪不和不善 諸佛無上正等補體不和不善 一切自治不和不善 有為界不和不善 無為界不和不善 所以則何如是諸法皆無之性 好下面記住 為什麼要教育你不和不善 因為他的答案就是 一切法無之性的關係 聽得懂 所以若無自性則無所有 若無所有則不可說有和有善 因為無所有說難有什麼有和有善 所以諸佛善謀善以一切法如實了之 所以我們對於一切法的變異現象 我們要如是了之 了之他的和善一定很正常 和善很正常 我在和善的當中和跟善亂的當中 我不起三獨五蓋 如果你不起三獨五蓋 那你就做到不和不善 如果你起了三獨五蓋 你就對和善有执走 所以有一個修行人 都自認為自己修得很好 結果自己認為修得很好 為什麼境界來他的三獨五蓋 全部都爆炸出來 因為他對和善有执走 聽得懂 可是他 在沒有境界跟他考的時候 他信心滿滿 他境界來考以後 都被那個和跟善的執走給打亂掉 一樣 所以諸佛你當然你今天要靠 看你有沒有進步 有時候 五蓋當中被你的家裡的一個人考試 你剛好來訓練看看 因為他是你的善知識在教育你 有沒有對和跟善 生跟魅 生跟賢的 一名向起執走 所以諸佛薩摩薩以切法如事了之 則能了之列廣之相 好 我們講到這裡 願以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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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其以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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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以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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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共成佛大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